绝世战魂 作者 极品妖孽 第1081章 风云初起 此时此刻 刑部 天地牢 在十位修士的护送下 秦南穿过了一条条漆黑的回廊 来到了这地底深处 在其前方 出现了一座高达武装的玄铁门 门上一道古老的阵法 闪烁着光芒 门内隐隐传来了厉鬼的咆哮声 令人头皮发麻 嗯?这就是恶鬼牢吗? 果然有着很浓郁的刀意 秦南眼中闪起了一道光芒 自己进去 一位修士开口立合道 秦南走上前去 踏入了阵法中 彻底进入恶鬼牢 刚刚入牢 秦南扫了一眼 这地方不大 有着方圆十多丈 无比漆黑 没有丝毫的光亮 让人莫名的心悸 秦南若有所感 抬头看去 只见穹顶上面 站立着一道道漆黑的人形身影 至少有着上百个 似乎是察觉到了秦南的目光 雾得睁开眼睛 露出了刺人的血光 刹那间 一道道恐怖的咆哮声 同时响起 原来这就是恶灵吗? 还算不错 一般的半步无阻径 根本无法承受得住 但是 太过躁了 秦南点了点头 还未等恶灵出手 在他的背后 战神之魂骤然升起 散发出来了恐怖的战神威压 整个牢房内的咆哮声 瞬间寂静下来 那一头头凶残的恶灵 像是遇到了极为可怕的怪物 血童之中 都露出了魔恐惧之色 根本不敢动弹嘶吼 别打扰我 秦南淡淡说道 随即盘膝而坐 神念如网 散不开来 与此同时 刑部大殿 刑部尚书坐在一张千年沉香椅上 捧着一杯灵茶 轻轻抿了一口 脸上满是舒爽 这次多谢大人出手了 在刑部尚书旁边 一名儒雅的中年男子 拱手说道 他便是当今白家的家主 当朝宰相 白相声 相国大人客气了 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之事 不过大人 白清廉要怎么办 刑部尚书 有意无意问道 哼 他敢与贼子勾结 必须得好好 给他一次教训 白相声冷哼道 这一次 他是真的生气了 相国大人应 刑部尚书的话还没说完 就在这时 一道大吼声 突然响起 刑部尚说 你好大的胆子 速速给我把秦南放出来 否则的话 今日我便拆了你们刑部 刑部尚书和白相声 都是一证 随即就见到 陈戎走在最前面 身后跟着一众长老 浩浩荡荡前来 纵然四周有着许许多多的刑部将士 但都不敢出手阻拦 嗯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臣服 难道想要造反呢 我告诉你们 不管秦南和臣服有着什么关系 秦南必须要打入恶鬼牢 这也是皇后的命令 刑部尚书脸色一沉 力声喝道 还不退去 有着皇后撑腰 他才不怕这些人 皇后 陈戎以及一众长老 都是一愣 没有想到 皇后居然对秦南出手 很快 陈戎等人的嘴角 都浮起了魔冷笑 皇后又怎么样 他要是知道秦南的来历 恐怕给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对秦南出手 刑部尚书和白相声 眉头一皱 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按理来说 亮出了皇后 这些陈家众人就会退去 怎么他们好像 还隐隐有些不屑 脑海中正如此想着 忽然从远方 传来了砰砰砰的重击声 只见到一位又一位的火焰精兵 踏步而来 满脸肃杀 每一位都是五胜八重的修为 而且还源源不断 不到三个呼吸的时间 落大的庭院内 就占满了足足一百位火焰精兵 饶氏刑部将士 都是面露震惊 根本不敢靠近和出声 老家伙 少给我废话 不想死的话 给我放人 一道冷冷的声音响起 陈长力身披铠甲 缓缓走来 气势恐怖 他在接到陈戎传来的神念之后 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掉进了陈府的火焰精兵 直接杀来 不过陈长力也耍了一个计谋 他在朝廷上 和这刑部尚书 本来就水火不容 所以他就没有刻意说出秦南的身份 若是刑部尚书不识趣 没有交出人来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灭了刑部 届时皇帝追究起来 只要说出秦南的身份 他不仅仅不会受到责罚 并且还有功劳 刑部尚书和白相声 都是目露金色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为了一个秦南 陈长力居然出动了整个臣府 纵然这秦南是天才 也不应该是这样吧 陈长力 刑部尚书深深吸了口气 喝道 秦南最大恶极 乃是皇后 点名要抓的人 你今天若是敢强来 那就是不敬皇后 不敬皇城 哪怕你是镇国大将军 后果你也承担不起 陈将军 秦南杀了我白家核心弟子 你们若要救他 那就是与我白家为敌 白相声冷冷说道 谁动他白家弟子 他必然要别人付出代价 是吗 陈长力嘴角勾起了模糊度 陈家一众长老 还有一众火焰精兵 见到这一幕 体内的圣者之力 都开始流转起来 只要陈长力命令一下 他们就会大打出手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便突生 力不尚书大人道 户不尚书大人道 兵不尚书大人道 三道赫声 划破天空 紧接着 一名白发老者 一名浑身古朴的中年男子 以及一名长发披肩 脸上 有着一道道伤疤的中年男子 齐齐走来 在他们的身后 则是跟随着一位为武圣巅峰修为的护卫 嗯 刑部尚书 白相声和陈长力 都是一愣 他们三个怎么来了 还是同时过来 相国大人 陈将军 你们也在啊 三人走上前来 见得此景 也是一愣 随即明白了什么 拱手说道 三位大人 不知道你们来这 是为何事 白相声皱了皱眉 开口问道 哼 老夫来到这里 是受到一位前辈所托 刑部是不是刚抓了一位 叫做秦南的小友 还望能够 给老夫一个面子 直接放过他吧 吏部尚书 满脸温和笑容 秦南辞子 天资纵横 应当再给他一次机会 户部尚书道 放走秦南 兵部尚书最为干脆 直接说道 本章完 第1082章 皇帝降临 整个刑部 顿时寂静无声 陈长丽等众人 一阵错愕 根本没有料到 这三位和秦南 毫无瓜葛的巨头 居然会站出来 白相声的脸色 则是微微一变 至于刑部尚书 额头上已经浮现出来了 一丝细密的汗水 光是阻拦一个臣府 他就已经有点色力内茬了 现在居然还同时来了 三位跟他同等级别的大官 这让刑部尚书 不禁想到了 刚才秦南说的话 顿时有点懊恼 谁能想到 对付一个秦南 居然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早知如此的话 就算是皇后娘娘的命令 他也会找借口推托 但是眼下 他该如何是好 武王道 莫王道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 响彻刑部 在场的刑部尚书 白相声 以及陈长莉等人 都是神情一正 这武王 莫王 都是当今皇上的哥哥和弟弟 虽然相比之下 势力和实权 比不上在场的诸位 但是身份地位 就要比他们高多了 他们怎么来了 难道说 刑部尚书 心脏狠狠一跳 刷刷 伴随着两道破空声 一名身形高大 气势雄浑的中年男子 大步踏来 给人一种凶兽般的感觉 在他的后面 则是一名青年 眉目如画 身穿白衣 手持木扇 风度翩翩 参见两位王爷 白相声 陈常立等人反应过来 拱手说道 咦 怎么你们都在 刑部尚书 本王爷不喜欢拐弯抹角 把你们抓走的秦南 给我放了 武王扫了一眼四周 露出了抹诧异 随即大大咧咧道 大人 受雇人所托 还望放了秦南一马 末王温和笑道 这两句话一出 整个刑部的气氛 顿时凝固起来 陈常立等人 以及三位尚书 都没有想到 两位王爷 真的是前来助阵 然而白相声的脸色 却是彻底僵硬 那刑部尚书的脸色 则是开始微微发白 全然没有了刚才在大街上 抓捕秦南的气势 两位王爷 三大尚书 镇国大将军 如此庞大的阵容 居然都为秦南来请求 这要是还不放走秦南 那结果可想而知 必然把这朝廷之中的 一大半的巨头 全部都给得罪光了 如果放了的话 皇后怪罪下来 那该怎么办 刹那之间 刑部尚书 如同陷入冰火两重天 脸色开始不断变换 怎么 陈常立眼睛一眯 三位尚书大人 以及两位王爷 眼中也有光芒闪烁 一股无形的威压 散发开来 宛如巨山一般 朝着刑部尚书压去 各位亲家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一道悦耳的声音 忽然响了起来 只见到白铃身披凤袍 满脸淡然走来 身后则是跟随着那位勾楼老者 众人都是一正 参见皇后 刑部尚书脸色一喜 如获大赦 连忙单膝下跪 白相声也是松了口气 参见皇后娘娘 除了两位王爷之外 其他人等 一并下跪行礼 免礼 白铃玉手摆了摆手 走在上方 俯看着众人 淡淡道 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已经听说 两位王叔 陈将军 和三位尚书大人 都来为秦南请求 不知是否有这件事 两位王爷嘴唇一动 没有说话 三位尚书大人 脸上都露出了抹思索之色 他们曾经都是 欠了黑龙组织一个人情 这次来帮秦南 就是为了还秦 可是现在皇后亲自到场 足以证明皇后的决心 若是继续坚持下去 那就是与皇后为敌了 陈长丽 则是心中一动 她知道秦南的身份 自然不怕皇后的压迫 那要不要借此机会 坑皇后一次 在她犹豫之际 白铃又发话了 道 各位 无论是谁 在皇城犯法 都必须要服法 否则的话 皇室威严何存 不过 既然各位为秦南求情 那就免掉她四年刑期 只用在恶鬼牢服刑一年 如何 服刑一年 和服刑五年 基本没什么区别 因为最后都要封掉 这一席话 只是给了众人一个台阶下 不过 白铃此时心中也有一丝后悔 她没有料到 秦南在短短时间内 居然获得了这么多巨头的支持 早知如此的话 她就会改变计划 将秦南秘密解决 但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 她绝不能退缩 否则传了出去 岂不是让天下耻笑 她堂堂一个皇后 连区区一个五圣五重的家伙 都无法收拾 两位王爷和三位尚书文言 很明显开始犹豫起来 皇上驾到 就在这一刻 一道贺声宛如惊雷一般 白铃 白相声 陈长丽等等人的脸上 都是露出了抹错恶之色 皇上来了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微臣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万岁 这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 无论是谁 都全部跪了下来 只见到 皇帝王丽严 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之下 缓缓走来 那一身帝皇气息 以及那半步无阻的修为 都毫不遮掩 嗯 雪儿 大哥 三弟 还有你们 怎么都在这里 王丽严眼中露出了抹疑惑 他这次来的匆忙 倒还没有及时了解情况 两位王爷 三位尚书大人 心中都是咯噔一声 大脑飞速运转 在他们看来 皇帝必然是 站在皇后这一边的 如果皇后多嘴几句 纵然是他们的身份 恐怕也会 惹得皇帝不喜 刑部尚书和白相生 心中则是微微一喜 皇帝都到了 那这一切 都没有问题了 皇上 就在今天 一位名叫秦南的人 他为了泄愤 当街杀死了白家和兴弟子白旗 随后刑部尚书 便将秦南捉拿归案 其料道 郑国大将军 带人来围堵刑部 强行要刑部放人 两位王爷 三位尚书大人 看不过去 就前来阻止 白铃脸不红心不跳倒 他这一番话 就给了两位王爷 三位尚书大人一个人情 将所有的责任 都归咎在了 陈常立的身上 陈常立 以及陈家众人 文言都是心中冷笑一声 也不反驳 两位王爷 三位尚书大人 则是心中松了口气 哦 是吗 陈将军 没有想到你居然和秦南小友 有一点渊渊 王立言笑了笑 道 恰好我也与他有点渊渊 这次过来 就是准备让你们刑部放人 此话一出 落入众人耳中 如同炸雷 皇帝 居然是来帮秦南 本章完 第1083章 黑龙抵达 在场众人 除了陈常立之外 皇后白铃 宰相白相生 刑部尚书 武王和墨王 以及三位尚书大人 眼中都是露出了 抹浓浓的金色 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皇帝居然是来帮秦南的 武王和墨王 以及三位尚书 心中顿时涌起了一丝悔意 早知如此的话 他们就应该坚定立场 不仅还了黑龙的人情 还和皇帝站在了一边 最为后悔的 莫过于皇后白铃 白相生 和刑部尚书了 为了对付一个小小的秦南 得罪了皇帝和镇国大将军 这两大势力 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皇上 本来这件事情 是不用劳烦你的 可惜微臣到来后 皇后以及各位大人 百般阻扰 而且 根据微臣了解 是白旗 率领五位五胜五重的高手 围攻秦南 秦南反抗 才失手杀死了白旗 陈常立戏虐地扫了白铃等人一眼 拱手说道 其实对于陈常立来说 皇帝不出现 那还更好 他直接带兵围攻刑部 就出秦南 这不仅仅给了秦南一个极大的人情 到时候秦南对于皇后的等人 也会更加愤怒 现在皇帝来了 那就不能这么做了 毕竟大家都不蠢 王立言眸光一冷 并未发作 只是笑道 这个秦南 能以一敌六 看来是个天才人物了 刑部尚书 还愣着干什么 是 是是 微臣现在 就把秦南放出来 刑部尚书反应过来 有点慌乱地点头 急急忙忙地朝着天地牢跑去 至于皇后白灵 白相声 以及两位王爷等人 站在原地 则是有点尴尬 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等秦南出来 再随机应变 此时此刻 通往恶鬼牢的回廊上 有着十位将士 在这里把守 脸上满是不耐烦 真搞不懂 大人是怎么想的 还要我们在这里看着 进了恶鬼牢 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就是 浪费时间 他们都在抱怨着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一个人影 急匆匆弄走来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站直了身体 大人 十位将士眼中 都露出了某疑惑 大人来这里干什么 快 快 给我打开恶鬼牢 要是给我耽误了时间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刑部尚书开口咆哮道 听到这句话 十位将士 全部都是傻眼了 好端端的 怎么又要放走秦南 容不得他们多想 十位将士迅速反应过来 掏出了一块块令牌 分别往其中注入了五胜之力 远处那扇巨大门户的阵法 顿时闪耀起来了橙色的光芒 这代表着大门已经开启 里面的人可以走出来 秦 秦南小友 经过本大人的审查 发现你是自卫反击 完全无罪 你已经被释放了 你已经可以出来了 刑部尚书走上前去 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哦 知道了 这个地方不错 我就不出去了 秦南的声音 淡淡响起 刑部尚书 脸色顿时一僵 地方不错 饿鬼牢的地方还不错 这个家伙 分明就是故意的 纵然心中恼怒 但是现在的刑部尚书 完全不敢发飙 能够让皇帝 郑国大将军等等 亲自出面来救人 可以见得这个秦南 来历何等巨大 刑部尚书深吸了口气 尽量放低自己的姿态 语气带着魔肯求 道 秦南小友 不如你就出来吧 你要是出来 这个秦义 在下一定铭记于心 并且还奉上一株血色龙餐 替你赔罪 那十位将士 则是彻底看待了 这还是他们印象中的 刑部尚书吗 还记得我开始让你 不要抓白青莲吗 我说过 会让你后悔的 现在想让我出去 很简单 求我 饿鬼牢之中的秦南 冷笑起来 说抓就抓 说放就放 当他是什么呢 他当初只不过是拒绝了皇后 就这般来对付他 不给你们教训 还真当他好欺负 求 求你 刑部尚书下意识想要发飙 但是想到此刻的处境 立刻强行压住了心中的怒火 咬了咬牙 道 秦南小友 算我求 求求你了 哦 你求我也没用 秦南面无表情道 你 刑部尚书额头青筋 顿时暴跳 这个家伙 居然敢这般戏弄他 别来烦我 滚 秦南冷冷道 刑部尚书 脸色顿时一阵红 一阵青 一阵白 站立了大概数十个呼吸的时间 才扭头走去 他现在的心里 已经后悔到了极点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绝对绝对不去得罪这个煞心 半想之后 刑部大电 刑部尚书刚刚一走出来 就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 人呢 王立严开口问道 眉头皱起 隐隐有着发火的迹象 他已经亲自到来 难道这群人 还敢积压秦南 皇后白灵 白相声等人 也是神色一变 回 回皇上 刑部尚书欲哭无泪 在诸多巨头的注视下 只好硬着头皮道 秦南 秦南说在恶鬼牢非常舒服 他不愿意出来 此言一出 在场巨头 顿时正逐 唯有陈常立 眸光一亮 秦南不愿意出来 这就代表着 秦南已经发飙了 看来无需他多说什么 这一次皇后等人 恐怕是要栽了 王立言也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啊 好一个恶鬼牢叔父 我们南州 很久没有出现 这样有意思的人了 来人啊 带我前去恶鬼牢 我亲自去请他 是 两位侍卫立刻应声 随即在王立言的带领下 一众南州的巨头们 浩浩荡荡 走向了恶鬼牢 但是 王立言以及皇后白灵 白相声等人 根本不知道的是 在此刻的南州边界 轰隆 伴随着一道惊天乍响 一艘长达一百多丈 宛如一条黑色大龙般的 地气巨船 破开虚空 降临下来 使得下方数百里的土地 齐齐碎开 狂暴的钢风 卷向那四面八方 在这个船上 站立着一个个的身影 全部都是黑龙的人 纵然他们在南州 修为遭到了压制 但是一个个的气息 都非常可怕 报 已经有五位黑龙成员 刚刚抵达皇城 一位黑龙的修士 跑上前来 对着黑龙统领说道 嗯 不错 传令下去 全力加速 尽早抵达南州皇城 另外 让弟兄们听着 做好大屠杀的准备 黑龙统领舔了舔嘴唇 风报 才刚刚开始 本章晚 第1084章 自费修为 天地劳之恶鬼劳 十位将士 看着大步走来的王丽颜 白灵 白相声等人 顿时背下的双膝一软 跪在了地上 这可是皇殿 皇后 郑国大将军等等巨头啊 在寻常时候 唯有礼佛大典这等盛会 才能齐聚一堂 可是现在 他们居然都来了恶鬼劳 只为了一个五圣五重的青年 秦南小友 这是当今皇帝 以及皇后 相国大人 两位王爷 和三位尚书大人 陈长丽脚步加速 走到了恶鬼劳的门前 开口说道 哦 一个淡淡的字音 从门内传来 在场的巨头 都是一正 没想到秦南的态度 居然是这么冷淡 大胆 竟敢对皇上无礼 两位五圣巅峰的侍卫 当下历声喝道 罢了 不必那么多礼 王丽颜摆了摆手 看向黑色大门 笑道 秦南小友 这次的事情 全部都是刑部的错误 我已经惩罚了刑部尚书 为你主持了公道 现在你可以出来了 我们一起回宫一续 白灵的凤眸中 露出了抹复杂和不甘 事到如今 他已经无能为力 抱歉 不出去 秦南毫不犹豫 直接拒绝了 不出去 这一刻 不仅仅是在场众人 王丽颜也愣住了 要知道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了 这个秦南 也不至于再闹腾下去吧 王丽颜眼中闪过了抹不悦 不过并未发作 而是问道 为何不去 秦南冷笑一声 道 皇上 你说 为我主持了公道 白旗刺杀我 不过是 受了白灵的指使 当了替死鬼罢了 如果真要主持公道 并且想让我走出恶鬼牢 我的要求不高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于不惊人死不修道 让白灵自费修为 用于道歉即可 此言一出 王丽颜 白灵 白相声 武王和末王等等人 脸色都是一变 秦南被抓入恶鬼牢 他们当然知道 幕后黑手是谁 但是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秦南居然要让白灵自费修为 开什么玩笑 白灵乃是堂堂皇后 纵然有错在先 那也根本不可能自费修为 否则传遍整个南州的话 那皇室的颜面将不复存在 白灵 白相声 以及刑部尚书 三人没有动怒 反而是心中一喜 这个秦南 简直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竟然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无疑是在挑衅皇帝王丽颜 这样一来 局势必然会扭转过来 果不其然 王丽颜的脸色 顿时寒冷了下来 半步无阻地威压 在这个回廊之中 汹涌肆虐 让在场的每个人 都清晰地感受到了 他的怒火 他这次出面 之所以帮助秦南 其是因为偿还黑龙 那位修士人情的缘故 其而便是他猜到了 秦南应该是有点来历 所以抱上了拉拢的心态 然而 这个秦南 竟然当着他的面 要皇后自费修为 难道这个秦南以为 他有点来历 有了那位黑龙修士相助 就无法无天了 要清楚 当今地榜第三的臣子来 可是南州的守护神 昔日许许多多中州的二星势力 都不敢来南州造次 你秦南哪里来的底气 年轻人 不懂事 所以没有自知之明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自己出来 对白龄道歉 此事阵迹枉不救 王丽颜冷冷道 一字一句 都如同惊雷 秦南听得此话 顿时放声大笑 哈哈 好一个让我道歉 好一个既往不救 反正 我把话放在这里 倘若你们一心包庇白龄 今天不让白龄自费修为 那么 我便踏破你的皇城 最后一句话落下时 一股恐怖的杀气 从这恶鬼牢之中传来 秦南让白龄自费修为 已经是看在陈不悔 和陈自来的面子上了 既然皇帝他们不肯 那就无须多言 皇后白龄 白相声 武王和墨王 以及几位尚书大人 都彻底呆住了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连这等狂妄无知的话 秦南居然都敢说出来 陈长丽则是心中一喜 如果秦南推翻皇朝 那他们陈家 是不是就可以上位了 好 好 实在是好 朕这么多年来 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人物 开口居然叫皇后自费 踏破皇城 那朕倒要看看 你怎么踏破这皇城 王丽颜额头青筋鼓起 双目冰冷 道 听我口令 将恶鬼牢开启到极致 将秦南镇压百年 没有百年 不得放出 说完这句话 他大袖一甩 转身就准备离去 皇后白玲 刑部尚书等人都是 回过神来 嘴角勾起了抹一抹糊度 心中好不畅快 这个秦南已经将皇帝彻底触怒 哪怕秦南有点背景 他这百年之内 也绝对翻不了身 然而 就在这一刻 天地牢上方 一名黑衣男子 从虚空之中 突然出现 手中的长剑 随即向下一站 一抹璀璨磐礴的剑气 顿时斩下 那刑部的众多将士 围拢在一起的火焰精兵等等人 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听得轰隆一声爆响 这道剑气 硬生生将这大队 斩出了一道 身有三十多丈的沟壳 将那天地牢 也一分为二 位于天地牢最底部回廊上的白灵 白相声 两大王爷 以及几位上书大人 看着这突然被斩断的回廊 身心都是一寒 保护皇上 两位侍卫大喝一声 一左一右 站在了前方 王丽颜不愧是当今皇帝 反应极快 双目中闪烁起来了一丝丝金光 抬头看去 道 阁下是谁 为何斩断 我们刑部天地牢 So 一名黑衣男子 从那天空 飞到了这回廊上 这男子蒙着一张黑色面纱 胸口之处 则有着一道黑龙的图案 他没有理会王丽颜 而是看向了恶鬼们 黑龙的人 王丽颜眉头一皱 皇后白灵 白相声等等 其他巨头也反应过来 眉头齐齐皱起 黑龙 这乃是莲荒战场两大势力之一 他们自然并不陌生 只不过 这黑龙的人 怎么来了 难道是为了秦男 这个想法 刚刚在王丽颜等人心中升起 就听得这蒙面男子低声喝道 都出来吧 人在这里 嗖嗖嗖 又是四道身影 齐齐落下 每个人散发出来的修为 都是半步无足 王丽颜的瞳孔微微一缩 他身边的两位侍卫 身形则是瞬间紧绷 如临大敌 敢问 五位阁下 来到这里 是不是因为秦男 王丽颜试探问道 嗯 你应该是皇帝吧 请让一下 五人点了点头 静止越过了他们的身形 走在了那巨大的黑色门户前 那四位没有蒙着面纱的男子 神色顿时一变 变得毕恭毕敬 南哥 我们来了 短短六字 却如震雷 本章完 第1085章 大军压境 他们五人 在黑龙之中 是属于直视级别的人物 原本修为 也只有五组四重左右 见到了秦男 叫一声南哥 自然是秦礼之中 但是 这句南哥 让皇帝王丽颜 白灵 白相声等人的神色 都是一变 秦男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让这五个黑龙修士 如此尊敬 南哥 接下来要我们怎么办 五名黑龙修士问道 取出三柱香点燃 秦男淡淡道 五名黑龙修士点了点头 很快取出了三柱香点燃 飘出了屡屡烟雾 还夹杂着一丝丝香味 飘散在四周 看在昔日熟人的情分上 给你们最后三柱香考虑 若是时间一到 白灵还不自自费修为 你们皇城必破 秦男说道 五名黑龙修士顿时咧嘴一笑 煞气森然 秦男 你当真要这样做 王丽颜脸色有些铁青 他当然是不惧这五名黑龙修士 因为他们皇室 还有着许许多多半步无阻境界的守护者 对付这五人倒不是多大的问题 但若真的爆发大战 那会让皇城造成巨大的损失 饿鬼牢之中的秦男 轻轻一笑 懒得再说一句多话 他很过分 白灵设局害他 若不是他自身不凡 他早就死了 难道最后 仅仅是因为白灵的身份 他就要一笔勾销 不可能 皇后白灵 白相声等人的脸色 则是有些难看 好大的口气 还想破我们皇城 难道区区五位半步无阻 就可以在这南州 无法无天了吗 就在这时 一道冷笑声 响彻起来 只见到 足足七位身穿白色龙袍的老者 踏步而来 他们每个人的气息 都是半步无阻境 守护者 王立岩 白灵等等人 见到这一幕 立刻连忙拱手行李 所谓守护者 就是守护南州皇城的人 一般都是在闭关之中 除非是有着半步无阻境的强者 来攻打皇城 他们才会出现 待会再跟你们算账 为首的老者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白灵 随即扭头 看向那五位黑袍修士 冷声道 我们不想 与你们黑龙为敌 但是你们黑龙 也别觉得我们皇城好欺负 不如大家各退一步 如何 五名黑龙修士眼中 露出了抹不屑 还有两株半的香 秦男的声音淡淡响起 好一个狂妄小辈 看来是没得谈了 那就别怪老夫 手下无情了 为首老者 眼中寒光一闪 画掌围找 猛然抓去 另外六名老者 身上都爆发出了剧烈的盛光 既然谈不下去了 那还不如先出手 好好击退这五人 让他们知道厉害 就在这一刻 一便突生 轰隆 好像有着一尊太古俱全 砸在了虚空之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爆响声 在场的七位守护者 还有王丽颜 白灵等等巨头 都是身心一震 下意识地抬头 朝着那天穷看出 不仅仅如此 在这一瞬间 整个皇城的修士 无论是闭关的 还是在修炼的 全部都是脸色大变 齐齐抬头 因为这一声巨响 实在太过恐怖 然而 当他们抬起头来时 就看到了极其震撼的一幕 只见到皇城上空 一片巨大的虚空 碎裂开来 一艘宛如黑龙般的巨船 散发着令人心机的恐怖气息 浮下而出 遮下了一片巨大的阴影 地气 黑龙 恶鬼牢之中的七位守护者 看到这一幕 都是脸色巨变 王丽颜 白灵等等人 都是被震在了原地 至于皇城中的所有修士 心中则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是来攻打南州皇城吗 所有人等 都给我听着 列成十对 依次下去 秦南就在恶鬼牢之中 绝不能允许任何人 伤害秦南 明白了吗 一道大吼声 划破云霄 明白 众人齐喝声 气势恐怖 仿佛要吞破苍穹 紧接着 一股股半步无阻境的气息 从那巨船之上 爆发开来 一道道的身影 化作了一道道的长虹 朝着恶鬼牢 齐齐飞来 十个 二十个 七十个 不到短短三个呼吸的时间 足足一百一十三道人影 都站在了这恶鬼牢的回廊之上 列成了一对又一对 在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几乎震得整个天地牢 都摇摇欲坠 即将破碎 这 七位守护者 还有王丽颜 白灵等等巨头们 都是头皮发麻 一股寒气 直接在他们的心中 炸开 这可是一百一十三个半步无阻径啊 而且 每个人生前 都是由五祖四重以上的强者 压制修为的半步无阻径 其中不乏一些五祖巅峰的恐怖强者存在 难道 这是整个黑龙组织 都降临了南州皇城 而且这一切 都是为了秦南 动 动 动 地面忽然剧烈震战起来 只见到黑龙统领 浑身上下 散发着可怕的气势 一步一步 朝着恶鬼牢大门走来 他走来时 看都未曾看着七个守护者等人一眼 嗯 出了啥事啊 居然把你给关牢里了 在这整个皇城所有修士震撼之际 黑龙统领毫不在乎 反而满是好奇地问着秦南 这个问题 他憋了太久 不只是黑龙统领 所有黑龙的修士 都是齐刷刷看来 眼睛一眨不眨 没什么事 一场磨练 修为压制了五圣五重 这里的皇后 看我不太爽 想要杀我罢了 秦南淡淡道 此言一出 众人恍然大悟 不过 这里的皇后 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 哈哈 有意思 实在有意思 没有想到 在南州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 居然还有人想要杀你 黑龙统领文言 忍不住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不过很快 他脸上的笑容 缓缓收敛 双目之中 一股恐怖的血光 绽放起来 他的声音 如同惊雷 乍响全程 落入每个人的耳中 你说 是灭了皇室 还是直接 图成 本章完 第1086章 佛像显胜 这一刹那 无论是守护者 皇帝 皇后等人 还是这皇城中所有的修士 几乎同时 打了一个寒战 眼神深处 露出了抹金句 谁也没想到 这群人居然如此疯狂 开口便是灭皇室 或者是屠城 但是 没有任何人怀疑 因为这里有着整整113位 半步无阻境的强者 若真的动起手来 在整个南州掀起一场灾难 都完全没有问题 秦南闻言 则是顿时无语 他只不过是和皇后 有着恩怨罢了 他又不是试杀之人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 去灭了皇室 或者是去屠城呢 他顶多也只是毁了这皇城 不会伤及无辜 我说话算话 还有两炷香时间 让你们好好考虑 秦南看向了守护者 皇帝等人 平静说道 黑龙统领健壮 耸了耸肩 和一众黑龙修士 齐齐扭头 看向了皇帝等人 他们虽然不知道 秦南说过什么 但是无论是什么 他们只需要执行就可以了 我 七位守护者和皇帝王丽颜 张了张嘴 满是苦涩 他们哪里知道 秦南的背景 居然如此强悍 早知这样的话 他们定然不会态度那么强硬 而是换一个方法 给秦南赔罪 只不过现在想这些 已经完全没用了 让皇后白灵自费修为 才是最好的结局 白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一双凤眸之中 终于露出了某恐惧之色 开始仓皇的摇头 这一瞬间 他的高傲威严等等 全部都被击成粉碎 这一瞬间 他也彻底明白 他为了他那莫名其妙的高傲 得罪了一个 他根本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不 我不要 秦南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你不要废了 我的修为 慌乱之下 白灵低下脑袋 连忙开口道歉 秦南双目默然 人生在世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你一旦做了 那么就必然要承担后果 完全不是道歉能够解决的 既然没有承担后果的觉悟 那当初又何必痛下杀手吗 哼 老夫看你早就不顺眼了 自己动手吧 别逼老夫动手 为首的守护者 冷哼一声 散发出来了冷冽的气息 我 我不要 我不要自费修为 对了 对了 陈自来 你说过 你欠我一个人情 你赶快救我呀 白灵退了好几步 突然想到什么 高声喊道 自作孽 不可活 还想让陈自来救你 守护者眼神一冷 半步无阻之力 就此释放出来 如果为了这件事情 惊动了陈自来 那就得不偿失了 然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嗡嗡嗡 一道道若有若无的佛畅声 从那虚空深处 响彻整个城池 传入了每一个修士的耳中 那屹立在皇城中间处的巨大雕像 开始散发出来了一缕缕的金光 毫不刺眼 非常温暖 原本皇城所有修士心中的金句 恐惧等等情绪都消失不见 非常宁静 这是 佛像显胜 是佛像显胜 是陈自来前辈 我们有救了 哈哈 传言果然没有错 当我们南州皇城 遭到巨大的危难时 陈自来前辈会庇佑我们 无数的修士 顿时欢呼起来 满脸兴奋 在他们心中 陈自来就是传说 一个如同神明般的存在 只要陈自来出现 那么所有的事情 都非常好办 地榜第三 佛陀陈自来吗 黑龙统领等等 一众黑龙修士 眼中都是露出了 抹凝重之色 不过倒也没有失态 因为这一幕 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黑龙统领收回目光 瞥了一眼秦南 发现秦南的脸色 仍旧淡然如水 这让他不禁有些好奇 陈自来降临了 秦南会如何选择 七位守护者 还有皇帝王丽颜 白相声 两大王爷等等巨头 都是一脸呆滞 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因为白龙的呼唤 居然真的会惊动陈自来 唯有陈常丽 嘴角浮起了魔苦涩 如果当年不是他太贪心 或许这个 与他姓氏相同的天才 陈自来 帮的就不是白龙 而是他们陈家了 哈哈 秦南 你想让我自费修为 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告诉你 陈自来欠我一个人情 我让他灭了你们 都完全没有问题 这一切 都是你们逼我的 白龙脸上的恐惧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莫争宁 既然他这个人情 已经用掉了 那么不如 就让陈自来 将这群贼子 全部灭杀 闭嘴 一道恐怖的大鹤声 从天空炸开 一道佛光 从天而降 落在了白龙的身上 将白龙硬生生封住 白龙一双凤眸 顿时缩成了真状 其他人也是一愣 只见到陈自来的巨大雕像 双手合十 一双佛童 低头看来 苦笑道 阿弥陀佛 秦南施主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这一次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抱歉 此言一出 万籁俱敬 所有修士脸上的笑容 全部都瞬间凝固了 七位守护者 皇帝王丽颜等等巨头 也是充满了错愕 白龙被禁锢的郊区 则开始剧烈地颤抖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南州的传奇 如今中州地榜殿的佛陀臣自来 居然为了秦南道歉 嗯 就连黑龙以及黑龙的一群修士 也是满头雾水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秦南只不过是地榜第52名的天才而已 陈自来则是地榜第三 两人之间悬殊巨大 犹如天地 陈自来怎么会跟秦南道歉 秦南抬头看着这巨大雕像 神色从容 倒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没想到这个女人 居然连你都给惊动了 怎么 你亲自现身 难道是想阻我 一股磅礴浩瀚的战意 从秦南的身上冲天起 他的眼神 如同刀锋 他让白龄自费修为 没有杀他 就是因为他和陈自来 以及陈不悔的关系 都还不错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自来还要阻拦他 那么他没有多余的话可说 只有一个字 战 本章完 第1087章 结束和因果 黑龙统领 以及各大修士 微微一领 在场的守护者 皇帝等人 都是一阵动容 整个皇城中的修士 听到这句话 彻底的失神 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 秦南居然敢直接和陈自来叫板 尤其是白龄 他原本心中的狂喜 犹如浇下了一盆冰水 从头动到了脚 从秦南的态度 他就可以看出来 秦南的身份 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 秦南施主你误会了 皇后他犯下了错 他自然要为自己的错误 付出一定的代价 秦南施主能够手下留情 平僧已经感激不尽 陈自来双手合十 摇了摇头 随即看向白龄 道 你自己动手吧 他虽然是佛 修的是普度众生 但这并不代表 人犯下了恶行 就得直接宽恕 白龄身上的佛光消失 他整个人可以动了 你 白龄身形一阵颤抖 指着陈自来 半天说不出话来 直到最后 他咬了咬牙 一掌拍到了自己的丹田 一股强大的力量 席卷开来 使得他浑身经脉 圣者之力等等 全部破碎 他也随之闷哼一声 晕厥在地 平僧欠你人情 所以帮你一次 从今往后 我们二人 因果了断 陈自来双手合时 屈指一弹 打出了一道佛光 没入了白龄的体内 白龄的身体 则是开始迅速恢复 虽然这道佛光 不能帮他恢复修为 但是可以修复他的经脉等等 可以让他重新开始修炼 秦南看到这一幕 并未多说什么 他要的结果 已经达到了 白龄纵然被治愈 至少也得耗费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重新达到他现在的境界 秦南施主 平僧在礼佛寺等你 有一件事情 要与秦南施主面谈 陈自来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一道金光 从雕像内飞出 落在了城中 整个诺大的雕像 也随之平静下来 整个皇城的所有人 以及在场的各大巨头们 仍旧失神 没想到最后这一场风波 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李佛寺 秦南眉头微微一皱 难道这次臣自来意志降临 不仅仅是因为白灵 秦南 那我们 黑龙统领回过神来 试探问道 事情已经彻底结束了 这次让你们全员过来 实在不好意思 这样东西 你拿过去吧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秦南笑了笑 递过去了一个盒子 在这盒中 正是无业半神自创的 奈门道法 嗯 黑龙统领扫了一眼盒子 原本心中还有点郁闷 顿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惊喜 他没有想到 秦南居然送了他 这样一份大礼 哈哈 有什么事情 到时候直接传令 不要客气 黑龙统领大笑一声 冷冷地扫了一眼守护者 皇帝等人之后 才哼了一声 身形一闪 回到了地气黑龙船上 所有人 收队 伴随着一声令下 所有黑龙修士 都对着秦南拱了拱手 脚尖一点 落在船上 最后地气黑龙启动 破开虚空 消失在了皇城 此时此刻 在场的守护者 皇帝王丽颜 白相声 两大王爷 以及几位尚书 都有点恍然 显然还未彻底回过神来 陈将军 这次多谢出手相助 这个预检 你们收下吧 秦南屈指一谈 陈常立惊醒过来 连忙收下预检 神念下意识一扫 脸上立刻露出了 抹狂喜之色 这竟是整整十五门 完整的地数 另外陈将军 有一件事情 希望你能帮忙一下 白青莲现在还被关在 天地牢里面 帮我把他给放出来 也顺便帮我把 这样东西交给他 秦南叮嘱一句 又递上了一块玉检 放心 一定办到 陈常立等人 连忙点头 心中对白青莲 也是颇为羡慕 那就告辞 秦南拱了拱手 刚准备走 站在一旁的 皇帝王丽颜 终于醒悟过来 问道 秦南 我们 放心吧 我的性格一直以来 都是人尽我一尺 我尽人一丈 秦南头也不回 丢下这句话 消失在了原地 唯有皇帝 守护者等人 听到这句话 在看着陈常立手中的两块玉检 心中五味沉杂 没过多久 皇城再度恢复了以往的热闹 只不过这一次 每一位修士 都是在谈论着秦南 几乎这短短一个时辰之间 秦南在他们的心中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此时此刻 皇城北面的一条古街上 秦南的身影 缓缓落下 在他的面前 有着一座占地方 圆八十多里的寺庙 里面香火缭绕 响着沐鱼敲动声 让人心神 莫名地宁静下来 秦南扫了一眼 在这里佛寺内 具备的刀意 完全不弱于恶鬼牢 秦南施主 请进来吧 陈自来的声音 从寺庙中响起 那紧闭的墓门 无人自开 秦南点点头 走入了其中 就见得陈自来 坐在一棵大树下 在他的面前 有着一张石桌 石桌上面 撒乱着一些奇特石头 佛陀 有什么事 秦南开口问道 秦南施主 你可知道 平僧是在这南州 成功逆天改命的 陈自来的神情 严肃下来 秦南点点头 陈自来的事迹 非常传奇 在整个中州都广为流传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传闻说 陈自来从南州崛起 获得天际无品武魂 来到中州之后 进入了二星势力菩提寺 从此一飞冲天 随后登上地榜第二 曾盘坐虚空 讲佛法三天三夜 将一位魔道大地震退 可以说陈自来 是当之无愧的绝世天才 只不过前阵子 败给了魔女千千 她才掉到了地榜第三 贫僧曾经能逆天改命 就多亏了一位前辈相助 陈自来双眸紧紧看着秦南 道 如果贫僧没猜错的话 你这次来南州历练 就是为了皇城里面的刀一把 秦南微微一惊 道 你怎么知道 按照天荒刀地的话来说 皇城所具备的天荒刀术 应该是无人知道才对 这是一个偶然 也是贫僧自身的因果 陈自来正色道 所以贫僧这次来 偿还白龄的人情是其一 其二就是偿还那位前辈的人情 祝你一臂之力 本章完 第1088章 皇城荒字 祝我一臂之力 秦南想都没想 直接摇头拒绝了 既然是他自己来感悟天荒刀术 那么他就要凭借自己的能力 去领悟这门刀术 秦南施主 你别误会了 我来祝你一臂之力 只不过是帮了你加快了速度而已 真正的感悟 还是要靠你自己 陈自来笑道 更何况 我出手帮你 何尝也不是磨练之中的一环 秦南文言一正 仔细思索 这番话 说的的确有道理 当年天荒刀地 助陈自来逆天改命 或许就是提前布下的一枚棋子 好 思索再三 秦南点了点头 毕竟陈自来 只是帮他加快速度 到头来 还是要靠他自己 这件事情过后 我欠你一个人情 秦南看着陈自来说道 无功不受禄 更何况他们两人 在地命争夺战上 还可能是敌人 秦南施主客气了 或许很快 平僧就需要秦南道友出手相助 陈自来双目中露出了抹复杂 一个调皮可爱的精致面容 在他脑海里一闪而逝 秦南微微一愣 他隐隐感觉到 陈自来身上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没有开口去问 秦南施主 你先去感悟那几处的奇特刀意吧 感悟完全之后 再来我的雕像上 陈自来说道 身形开始慢慢变淡 化作一缕缕金光 飘向远方 秦南也没有逗留 身形一闪 悄然返回了恶鬼牢 重新开始感悟 接下来的十天内 他将恶鬼牢 礼佛寺 白家古宅 皇宫禁地等等一些奇特之地 所具备的奇特刀意 全部感悟完全 在他额头上 那所有的刀纹 已经化作了一个模糊的骨子 秦南浑身上下的荒枝气息 也越来越浓 值得一提的是 这十天以来 皇室 陈府 白家 王府等等 皇室的各大巨头 都派人前来邀请过他参加宴会 只不过都被秦南一一拒绝了 后来皇帝深思熟虑之下 下达了命令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秦南 此时此刻 第十一天 出尘 秦南脚尖一点 化作一道光芒 静直飞到了城中巨大雕像的肩膀上 在雕像四周守护着的将士 纷纷惊动 刚想发怒 结果看清来人之后 脸色一变 全部都按捺了下去 恭恭敬敬退去 秦南施主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雕像开始闪烁金光 陈自来苏醒过来 好 秦南点点头 战神左同运转 精神全力集中 因果轮回 世间无法 万佛行走 度势无疆 陈自来双手合时 口中发出了红亮的声音 将皇城中无数的修饰 都纷纷惊动 随后就见得从他手掌心中 绽放出来了夺目的佛光 宛如一场洪水般 蔓延了整个皇城 嗯 秦南眼中露出了抹惊异之色 因为他看到 整个皇城中的所有修饰 都全部不见了 这里的每一条街 每一栋建筑 每一棵树木 每一粒石子 都闪烁着淡淡刀翼 远远看去 犹如是一座刀翼之城 并且 陈府 白家 皇宫 厄鬼牢 礼佛寺 香楼等等地方的刀翼 呈现出来了灰黑色 与众不同 非常耀眼 非常浓厚 秦南施主 你看出来了没 臣自来问道 他是看不见的 他只是按照昔日那位前辈所说的方法 再做而已 看见了 秦南点点头 双目紧闭 脑海中回想起来了 在这皇城内 经历的所有一切 他的心中 那曾经有着的模糊明雾 彻底清晰起来 他的双手 开始点出一指又一指 每一指落下 都是一个地方 街道出狱纷争 香楼得人相助 臣府大打出手 阁内开食欲后 牢中一怒惊人 再见佛陀悟叨 当他最后一指落下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整个皇城之中的刀翼 朝着一条古老街道 香楼 臣府等等地方 疯狂汇聚而去 直到最后 古老街上 香楼之中 臣府大门 白轩阁内 恶鬼牢里 礼佛寺外 所有的刀翼 化作一道长虹 冲天气 仿佛冲冲冲之中 有着一尊 太古虚影 手持着无穷刀翼 化作大笔 一笔笔落下 点在旗上 最后形成了一个 若隐若现的大字 晃 只不过这一幕 皇城中的所有修士 都没有看见 他们只见到秦南 站在陈自来的肩膀上 雕像闪烁着金光罢了 哈哈 果然没错 秦南发出了一声大笑 他在这皇城内 经历的所有事情 都代表着一种意义 都是磨练的安排 等他将这些奇特之地的刀翼 全部感悟 完全之后 就可以调动全程刀翼 最后得出感悟 激发出这个荒子 只不过陈不悔的出现 让他减少了一个步骤 加快了速度 非常厉害 如此的大局 仅仅是打开磨练的开端 那位前辈的神通 已非我能够想象的了 陈自来也是忍不住惊叹 他自然能够看到荒字 也能看出 这个荒字 只不过是一扇门 将荒字刀翼 全部吸收 才能开始真正感悟 能不能悟出 那还不得而知 这次多亏了你 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我准备闭关了 秦南抱拳说道 甚好 陈自来点点头 秦南深吸了口气 全部神念 灌入了自己 眉心中的模糊古字中 他眉心中的字 必然也是荒字 只有通过这荒字 才能将城中的荒字刀翼 彻底吸收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边突生 秦南胸口上 出现了四道龙影 开始互相纠缠 龙影的中央 有着一个数字 正在不断变化 嗯 秦南和陈自来 都是一阵 地榜排名 在这个时候变化了 不仅仅如此 秦南还察觉到 他那戒中 那张幽影楼的特殊令牌 开始闪烁起来了 剧烈的光滑 显然有消息 从幽影楼传来 能够让幽影楼 主动传来消息 必然是大事件 陈自来忽然知道了什么 脸色罕见的动容 什么 神榜开启的地命 争夺战结束了 十三位天才 承载了地命 本章完 第1089章 消息和闭关 十三位天才 秦南闻言一惊 因为古往今来 无论是神榜 还是地榜开启的地命 争夺战力 基本上都是七到九个地命 最多也只有十个 从来没有例外 可是如今 为何出现了十三个 秦南和陈自来 互相对视了一眼 分别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那一丝闪烁的神光 纵然他们没有达到五帝 有许许多多的秘密 无法知道 但是提前开启的地命争夺战 诡异的地命数量 这无疑不再证明着 冥冥之中 正有着什么事情在发生 只不过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 神榜的地命争夺战 既然出现了十三个地命 想必到时候 地榜的地命争夺战里的地命 恐怕也会超过十个 秦南施主 或许到时候 平僧还可以和你联手 陈自来恢复过来 轻声笑道 秦南点点头 地命的数量增加 无论怎样 都是一个好事 这代表着机会更大 嗯 排名跌了这么多 秦南低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 那个52的数字 已经变换 成为了第96 只差一点点 他就跌出了100 不过 这也很正常 毕竟在这一个月内 秦南都是在南州皇城修炼 修为没有增长丝毫 除此之外 他所遇到的对手 都是一些五胜七重 五胜八重的修士 排名自然会迅速地下降 差点忘了 我出来已经这么久了 是该了解一下 如今的中周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秦南暗道一声 神念探入了幽影楼令牌中 如今幽影楼也不知道为什么 非常的贴心 神榜地命争夺战刚刚结束 还有地榜排名刚刚变化 他们就将所有值得注意的消息 统一给秦南传送过来 为首的一条 赫然是关于神榜地命争夺战 半神之国 神榜地命争夺战结束 共有13位神榜天才 承载地命 这13人分别是 秦南扫了一眼 继续往下看着 刀千虫斩杀一位半地修士 排名超过敖苍天 登陵第四 敖苍天至今仍无消息 下落不明 排名跌至第五 神秘无面散修 击杀菩提斯两位真传弟子 排名从第15名 飙升到第8名 如今已是菩提斯黄金级头号追杀对象 如若击杀 菩提斯将赠予一份 具备着能够逆天改命 成为天级四平五魂的地图 死亡道人在县中周 灭杀两位弟子 以及苍羽公 无极神盟 堕摩山庄的三位真传弟子 排名飙升到地榜第11名 如今正在遭到大地追杀 生死不明 石清凡从半神之国返回 如今消失在飘渺幻府最深处 疑似进入禁地飘渺仙道 准备在最后一个月 问鼎半地修为 自称为道地传人的司马空 再度出手 盗走罗刹门 共计三件地器 以及十颗罗刹果 途中遭遇了地榜第九天星号 星号人的追杀 最后毫发无伤地离开 神秘火修方长青 一人横扫烈焰门三大真传弟子 最后赢得烈焰门的古幽之火 地榜排名提升为第十二名 一个月前的地狱 曾在虚空之中 遭到了神秘力量的攻击 地狱陨落 其中的弟子 如今悉数回归 昔日龙地院人族风风主秦南 至今下落不明 地榜排名已跌至九十六名 秦南一一看了下来 虽然如今他的消息 在整个中州 已经掀不起了什么波澜 没有多少人关注 但是看着其他人的直言片语 他脑海中 就可以勾勒出来 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画面 在这些画面里 各大天才 绽放异彩 击败对手 一鸣惊人 这让秦南体内的战血 开始隐隐沸腾起来 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 万般天才齐齐争锋 他骨子里的战役 让他想要登上这舞台 迎战各大天才 挥洒热血 冷静 冷静 现在还未到时候 秦南深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压住了自己骨子里的躁动 让心神平静下来 如今距离地命争夺战 还剩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他不用急 在这一个月内 他可以好好感悟天荒刀树 等届时大战开始 他便可以一飞冲天 与这诸多天才 一争高下 秦南施主 准备闭关了 一旁的臣自来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嗯 下次再见 或许就是对手了 秦南嘴角勾起了模糊度 道 或许也是朋友 哈哈 平僧很期待 秦南施主在这地命争夺战时 会绽放出怎样的光芒 陈自来眼中闪过了道佛光 由衷说道 能够被地榜称之为艺术 当今中周 除了秦南 别无他人 再会 秦南拱了拱手 将眉心中的这个模糊荒字 彻底激发 吃辣 一股磅礴的犀利 绽放出来 将那皇城之中的刀意 瞬间吸入了眉心之中 使得原本模糊的荒字 开始闪烁起来了惊人的神光 嗡嗡嗡 只见到 在秦南的面前 一缕缕荒的气息 不知从何飞来 竟是形成了一座两丈高的大门 似乎踏入门中 可以通往其他的地方 陈自来和秦南都是一愣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怕了吧 怕了吧 你要是敢踏入这门中 你会丧失你的修为 你会失去你的身体 你会失去神念 你会崩碎到心 你会陷入那无边无境的荒芜 你会 一道沙哑刺耳的声音 响彻起来 如同一尊恶魔 正在诅咒 陈自来脸色微微一变 光是这个声音 让他都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然而 这声音还未说完 秦南面无表情 直接抬腿 踏入了门户之中 你 这沙哑刺耳的声音 似乎有些惊讶 少废话 开始吧 秦南头也不回 身形在这门中 消失不见 姐姐 有意思 竟然胆大包天 无所畏惧 不过可别让本座失望 沙哑刺耳的声音 发出了一道道怪笑声 碰 突兀间 这道门户 竟是直接炸开 炸成了一道道石灰色的光芒 从秦南的脚上 往着头上缠绕上去 不过多时 远远看去时 已经看不出了秦南的模样 而像是一个石头人 这人形石头 咻的一声 飞向了远方 本章完 第1090章 地战开始 荒 是荒芜 也是祭面 无创造这刀树 曾炼化三十位大帝的记忆 利用共生时 体会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困难与挫折 你想要领悟 唯有化身石头 沉入凡间 看着天地沧桑 日月更迭 但是 若你天赋不足 心道不坚 直至最后 很有可能会彻彻底底 把自己当成一块石头 迷失自己 一道苍老霸气的声音 在秦南脑海内 久久回荡 姐姐 我乃天荒之灵 现在就让你变成石头吧 那道沙哑刺耳的声音 再度响起 随即秦南只感觉到 一股磅礴神秘的力量 涌入了他的脑海 像是把他的神念 拉扯而出 没过多久 秦南彻底变成了一块石头 有意思 没想到这天荒刀树 连一个字都没有 完完全全 凭借着荒石来感悟一切 秦南心中喃喃自语 感受着现在的自己 在感受着这片天地 心神逐渐平静 沉寂下去 许久之后 一头有着五圣四重的火焰大鹰 看到那远方飞来的人形石头 嘶鸣一声 张开力爪 将这石头抓起 飞向了一座山脉 丢入了一座洞穴 妖兽巢穴 这还怎么感悟 透过石头 察觉到洞内的一切 秦南颇为无语 不过他现在是一块石头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沉下心来 继续感悟 过了两天 秦南诧异地发现 他虽然身处山洞 但是他可以感受着 整个山脉内发生的一切 那些妖兽的厮杀 修饰的探险 互相之间的算计 让他冥冥之中 有所感悟 只是好景不长 第三天的时候 山脉内爆发了大战 五头妖圣 为了争夺一条龙脉 互相大打出手 打得天崩地裂 最后竟是吸引来了人足五圣 守株待兔 将他们一并铲出 在这人足五圣麾下 有一些弟子 正在山脉内搜刮战利品 一名地位较低 眉清目秀的男孩 发现了秦南这块奇特的石头 随后这男孩将石头扛了回去 红尘一场 随遇而安 每个地方都是风景 无论修为是高 还是修为或低 他们的一言一行 或许都蕴含智力 只是缺少了一双发现的眼睛 秦南没有再无语 反而似懂非懂 清秀男孩将秦南带回了一个家族内 这是当地城池最大的五道家族 只不过 这清秀男孩的地位 倒不是很高 直到有一日 清秀男孩遭到了毒打 躺在床上 没有哭 也没有任何力气动弹 双眼中只有不甘 秦南看到这一幕 若有所思 随后心念一动 人形石头散发出来了淡淡刀意 清秀男孩如遭雷击 连忙起身 观察两久之后 开始感悟 只是短短一夜的时间 他的修为就连连暴涨 只不过好景不长 清秀男孩修为暴涨后 形势变得狂妄跋扈起来 惹来了许许多多的仇家 最后他遭到了暗杀 暗杀他的人 将这块人形石头 当作了宝贝 直接拿走了 就这样 秦南这块人形石头 一直漂流下去 短短的时间内 他看到了不少天才 看到了大家族之间的阴谋阳谋 勾心斗角 他也来到了偏僻的村庄 看到了人类的淳朴 他还看到了那苦苦相恋 至死不渝的爱情 只不过 秦南没有看到的是 在他年转各大地方的时候 整个中州内 各大二星势力 三星势力之内的天才们 开始变得更加热血 深入各大境地 苦苦磨练 只为一鸣惊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州的气氛 也越来越凝固 因为距离地战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时光荏苒 匆匆流逝 在上次地榜排名 改变之后的第28天 一束璀璨的地光 从沙漠之上的游亭道场 绽放出来 直入云霄 刹那之间 异象分成 将无数密切关注着 这里的各大势力的修饰 奇奇震动 很快一条消息 如同洪荒猛兽一般 传到了各大势力之中 游亭道场 绽放地光 地命争夺战 即将开启 嘿嘿 只有两天了呀 这场大战 终于要来了 这一天终于到了吗 希望到时候 各大天才 不要让我失望 传令下去 告诉所有弟子 凡是想要参加 地命争夺战的弟子 都速速回到宗门 一道道的命令 一条条的消息 通过令牌 开始传向四面八方 各大势力 都纷纷开始召回弟子 毕竟在地命争夺战之前 他们会给麾下的弟子 都准备好丹药 法宝 俘虏等等 确保他们在大战之时 手段无数 此时此刻 龙帝愿 人呢 联系上秦南美 龙帝开口问道 眉头紧紧皱起 他的令牌没有回音 九尾腰地窍脸上 也露出了抹担忧之色 道 可以确定他还活着 只是无法确定在什么地方 唉 龙帝叹了口气 捏了捏眉心 现在不用着急 秦南一定会回来的 暗黑麒麟淡淡道 这距离地命争夺战 不是还有两天吗 嗯 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 龙帝点了点头 在整个中周都沸腾时 时间继续流逝 两天之后 南周某座城池之中 喂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这么奇异的石头 见过没 这位兄弟 我告诉你 这里面绝对有宝物 一名摊贩拉着一名青年 滔滔不绝地说道 行行行 我买行了吧 青年被烦得不行 点头答应 兄弟真有眼光 石块原石即可 摊贩喜笑颜开 青年冷哼一声 丢出了石块原石 就扛起这块奇特的人形石头 往家族的方向走 走到了一半 他不禁有些懊恼 他刚才真是脑抽了 花十块原石买 这么一块石头干什么 那可恶的摊贩 难不成用了什么手法迷惑了他 青年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不禁气不打一出来 就想回去找这摊贩的麻烦 然而 就在这时 咔嚓一声轻响 从这人形石头上传来 青年吓了一跳 狐疑地看了一眼四周 最后死死地盯着自己 扛着的这块人形石头 莫非这声音是从这石头上传来的 难道说 这真是一件宝物 咔嚓 某种东西裂开的声音 再度响起 本章完 第1091章 众强出洞 青年看着这块人形石头上的两道裂缝 心脏顿时狂跳起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随便出来一趟 居然真的买到了一件一宝 现在裂缝出现 是宝物出世的征兆吗 不行 这里人太多 得赶快回家族 青年扫了一眼街道 立刻扛起 这块人形大石 使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冲入了这座城池的 一座府邸之中 来到了一个院落内 关上了门 已经有三条裂缝了 青年看着人形大石 眼睛一眨不眨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这大石内响起 帮我一个忙 弄一点原石过来 将它们捏碎 撒在这块石头上 青年悚然一惊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是你在跟我说话 这块人形石头里面 居然还有个人 嗯 此事若成 必有报答 这声音继续道 这个 好 青年迟疑了一下 咬了咬牙 点头答应下来 虽然他不知道 这石头里面 到底是什么人 但是对方必然不凡 如果真帮了对方一个忙 这对他来说 那就是一个机遇 与此同时 中州 龙地院 咚咚咚 古老的童钟声 敲响起来 这声音之中 还夹杂着一丝玄妙 传入耳中 会让人的心神振奋 热血加速 无奈九尾妖地 现在请各位 听我命令 各大山峰长老 率领各自山峰内 要去参加的地榜天才 在道场集合 此言一出 整个龙地院 瞬间沸腾 一股股磅礴浩瀚的气息 冲天起 他们等待这一日 早就等待多时 嗖嗖嗖 只见到 在一座座的山峰上 每一位丰主走在前方 身后都是 跟随着一位位的龙地院天才 浩浩荡荡 气息澎湃 落在了道场之上 短短三个呼吸时间 道场之上 就人满为患 一眼扫去就能看到 敖东方 苏清清 花吉无道 暗岭 木木这些内门弟子们 全部都在里面 而且每个人 都是满脸兴奋 好 这一刻 一道惊人的咆哮声 从龙地院深处响起 只见到一名面容白皙的青年 从其中缓缓走出来 身上散发着一股妖族九重的气息 那是贤月 死 他已经妖族九重了 道场上的各大天才们 见到青年 都是倒吸了口冷气 眼中满是羡慕 他们都很清楚 贤月能够进入万妖元闭关修炼 都是多亏了情难 贤月扫了一眼道场 神殿释放出来 探查了一下人族风 眉头顿时微皱 想要说什么 随即按捺下来 说不定主人会在最后时刻到来呢 紧接着 一股又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深处传来 赫然是花地臣 和其他几位真传弟子 哈哈 地膀之战 终于开启了 我终于可以大杀四方了 一道惊人的狂笑声 响彻天地 三道身影 齐齐浮现 荡开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妖威 赫然是龙地院三大天才 熬苍天 九九 杨齐 在场天才 瞬间动容 我靠 好可怕的气息 三大天才 果然在暗中闭关 一直以来 熬苍天三人 都为现身 使得外界之中 猜疑无数 就连龙地院的各大弟子 都有点狐疑 可是现在 看到他们三人 所以的疑虑都打消了 花地臣眉头也是一皱 神色凝重起来 这半年以来 他奇遇不断 修为飙升 原本以为他和三大天才之间的差距拉小了 可是现在看来 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熬苍天三人扫了一眼众人 发现 没有秦男的身影 眉头也是一皱 不过他们 也没有多说什么 站在了人群之手 Soul 一道绝美的身影 浮现在了众人面前 令人失神 赫然是九尾妖帝 各位 毫不夸张地说 决定你们命运的时刻 即将到来了 九尾妖帝美眸中 闪过了一丝担忧 随即到 苍蓝大陆 强者无数 唯有正地 方能成为真正的巨头 哪怕你有着天极食品武魂 半地的修为 只要没正地 就依旧不是巨头 这无数年以来 我们妖族 一直都被人族欺压 承受了不知多少苦难 如若不想让你们的父母 你们的亲人 你们的兄弟 受到战火的牵连 那就变强吧 在这地命争夺战上 承在地命 亦飞冲天 声音一落 无数道咆哮声 在整个道场上 同时迸发开来 震破云霄 每个人的心中 都只有一个念头 承在地命 亦飞冲天 九尾妖帝 看着道场上 这一位位的妖族天才 心中的担忧之意 越来越浓 已经要出发前往 游艇道场了 秦南你怎么还没来 难道出什么事了 你先带他们去吧 我在龙地院等秦南 他一定会赶回来 暗黑妖帝传音说道 九尾妖帝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了 虽然他们看重秦南 但是眼下的事情 关乎着几百位 妖族天才的命运 他们不能为了秦南 耽搁他们 各位 准备好了吧 现在 我亲自带领你们 前往游艇道场 九尾妖帝身上 骤然绽放出来了 无数的光芒 只见到整个道场 突然黑了下来 一头通体雪白 生有九尾的庞然大雾 悬浮在了天穷 散发出来了 一股恐怖的气势 仿佛要将天地吞下 全场妖族天才 都是心神振奋 等等 妖帝大人 秦南还没有来 就在这时 一道鹤声响起 赫然是弦乐 全场天才微微一愣 随即扫了一眼 脸色立刻一变 对啊 秦南呢 他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来 难道出现了什么变故 不会吧 道场之上 乱作一团 也在这个时候 中周 二星势力菩提寺 飘渺幻府 天刀宗 混乱门 无星宗 剑门 幽影楼 明正门 苍语宫 无极神盟 风雷阁等等 三星势力无量山 极寒谷 无痕派 清红宗 金雷书院 飞星崖 金光殿等等 所有的天才 和龙地院一样 都汇聚了道场 也和龙地院一样 一位位大帝们 强者们 亲自站了出来 发表言论 让那一位位的天才们 心神火热 赫声震天 战意盎然 随之 在大帝们 强者们的带领下 无数的天才 跟随而起 朝着那游艇道场飞去 一场浩大盛会的序幕 彻底拉开 本章完 第1092章 修为之变 就在中州重墙出洞之时 南州 某个偏僻小城中 一栋古老宅院内 青年 捏手捏脚的推门进来 将手中的包袱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53块原石 这是他刚才找姐姐 好说歹说 才骗来的一点原石 前辈 我就只剩这么点了 你不介意的话 那我就开始了呀 青年小心翼翼道 将这一块块原石 捏碎开来 撒在了人形石头上 不过一会 整个人形石头 像是被一层金银包裹 散发着淡淡灵气 多谢了 人形石头内的声音 答道 紧接着 在这石头的表面上 露出了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裂缝 直到第十八道的时候 只听砰的一声清响 青年感觉眼前一花 这个院子内 就多出了一道身影 青年心脏 咯噔一声 连忙睁大眼睛看去 立刻看到 在他的面前 站着一位白衣青年 浑身上下 缠绕着灰色的气息 一双毛子极其深邃 仿佛要将人吞入其中 这个白衣青年 赫然就是化为荒石 流入南州 感悟刀树的秦南 终于出来了呀 秦南自语一声 伸了一个懒腰 在这一个月的感悟中 他有好几次 都差点把自己 当成了石头 心智崩溃 还好他及时反应了过来 才避免了危险 不过 总的来说 一切都是好的 如今的他 已经将这天地间 至强刀树之一的 天荒刀树给掌握了 先看看自己身体 荒林那家伙 说感悟这门刀树之后 好处极大 我倒要看看他 是不是在骗我 秦南神念 探入自己的身体内 一看之下 嘴角便勾起了抹笑容 他的九颗武术 崩溃武术 已经彻底成长到了八丈 另外八颗战神武术 都达到了六丈的地步 浑身实力 算是有了一个 星号星号星号 不仅如此 在他九颗武术之下 还缠绕着 一缕缕灰白色的荒芝气息 这些荒芝气息 就是用于催动刀树 嗯 有了荒芝气息加持之后 我的一身修为 直接被遮住了 看起来和凡人一样 秦南眉毛一条 他现在的气息 极为普通 如果不是因为 这具身体是他的 那恐怕 他用战神左瞳 也无法洞彻这荒芝气息 看出他的真实修为 不过这样也好 他的气息 会让许许多多的人 放松警惕 从时间来算 从上次地榜排名变化 现在正好过去了一个月 那今天就是地榜的 地命争夺站开启的时候了 看来我得迅速赶回龙地院了 秦南暗道一声 前 前辈 这时 一旁呆滞的青年 回过神来 试探问道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要前往中州的话 需要往哪个方向走 秦南开口问道 嗯 往北方 一直向北 就会抵达中州 前辈你要离开吗 如果要离开的话 我可以帮你联系车队 青年弱弱地说道 心中满是纠结 说好的报酬呢 前辈是不是忘了 他是不是该提醒前辈 而且 前辈好像没有修为啊 是修为太高了 他 看不穿吗 嗯 这次你帮了我的忙 这块玉碱你拿着 秦南笑了笑 丢出了一枚玉碱 多谢前辈 青年精神一阵 脸色大喜 然而 他刚刚接过遇见 只听砰的一声大响 整个院落的大门 直接被一股距离地踹开了 一道冷笑的声音 随即响起 哟 躲在这里呢 快点把这个月的原石交上来 否则的话 我要你好看 青年脸色顿时一白 秦南扭头一看 就见得走来了三人 这三人都是五宗镜巅峰的修为 嗯 你是何人 这三人很快发现了秦南 随后发觉 此人身上 没有一点气息 顿时放心下来 临走之前 帮你解决一个麻烦吗 我不想杀人 看到这块令牌 自己滚吧 秦南神色淡然 大手一挥 就抛出了一块令牌 这块令牌 代表着南州城府 这是当初陈长力递给秦南的 秦南就顺手收到了那戒中 奇料到三人抓住令牌一看 立刻发出了刺耳的大笑 哈哈 这是从哪冒出来的大傻 区区一个凡人 居然搞一块令牌 来吓唬我们 还想让我滚 兄弟们 咱们一起上 给这两个家伙 好好松松筋骨 三人脸上变得猙獰起来 武宗静的气势 开始散发 站在秦南一旁的青年 脸色更白了 他也没料到 在他心中非常强大神秘的前辈 结果居然如此无能 秦南眼神一冷 就在这时 一道大鹤声 忽而从上空响起 都给我住手 一股武皇静的威压 从那天穷之上 冲荡而下 只见到一名身披火焰铠甲的中年男子 大步走来 双目如炬 臣 臣长老 三位修士 以及那青年 都是吓了一跳 这个臣长老 虽然修为只是武皇静 但是在他们家族之中的地位非常高 因为臣长老 可是来自南州臣府的弟子 南州臣府 那可是整个南州的庞然大物之一啊 臣长老冷冷地看了几人一眼 随即朝着四周扫视起来 直到看到那块令牌时 眼睛顿时一亮 道 这块令牌从哪来的 他之所以赶来 就是因为 他察觉到了臣府的气息 令牌 三名大汉一正 青年也是一正 臣长老是吧 这位小兄弟帮我了一次 请转告给臣长立 让他好好照顾这位小兄弟 秦南淡淡一笑 不再多说 脚尖一点 消失在了原地 既然来了一个拾去的人 那就不必他出手了 陈长立 陈长老一愣 他怎么感觉 这个名字 有点熟悉 思索了半想 他脸色骤然一变 眼神之中 露出了抹震撼之色 陈长立 不就是当今南州皇城的 镇国大将军吗 陈长老下意识低头 朝着这令牌看了过去 一看之下 他眼中的震撼之色 更加浓郁 这块令牌 难道就是传说之中的 臣府至尊令 拥有此令 可以无条件调动 臣府的十万大军 就连陈长老 他曾经也只是 远远地见过一次 没想到 居然再次见到了 三位修士看到 陈长老的表情 心中都是七上八下 难不成刚才那位 不起眼的青年 真的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陈 陈长老 脸色发白的青年 试探开口 小 小子 道友 你要一飞冲天了呀 陈长老声音中 充满了颤抖 过了许久 他的眼神 才冷冷地 看向了这三位修士 三位修士的脸色 瞬间就白了 本章完 第1093章 庞大场面 此时此刻 中州 龙地院 九尾妖帝 看着乱成一团的道场 想要说什么 却又无法说出口来 忽然之间 他察觉到了什么 神念探入一块令牌之中 是龙地院弟子传来的消息 各大势力 已经纷纷前往游亭道场 妖帝大人 不如您带着他们 先去游亭道场吧 现在距离大战真正开始 还有一段时间 我就在这里先等主人了 贤月拱手说道 神色平静 我们也留下来 敖苍天咧嘴一笑 九九 杨齐嘴角 都是勾起了模糊度 如果没有秦南那三日教导 他们三人定然无法达到现在这样的层次 所以他们要等到秦南 帮助秦南实现他心中那胆大包天的想法 四周弟子都是一愣 贤月留下来 他们还好理解 没想到三大天才也留下来 这样也好 不过切记 在地战开始之际 秦南若是没有来 你们一定不能再等了 九尾妖帝叮嘱了一句 目光看向众人 贺道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的话 随我一起 前往游厅道场 准备好了 全场弟子高声大贺 随后在九尾妖帝的带领下 全场弟子都踏入了虚空之中 诺大的道场之上 只剩下了贤月 敖仓天四人 搜搜 就在这时 两道身影忽然浮现出来 贤月 敖仓天四人抬头一看 脸色顿时一惊 连忙拱手齐声道 院长大人 暗黑大人 这两道身影 赫然就是龙帝和暗黑妖帝 哼 这个秦南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这样重要的时候 居然都敢迟到 龙帝没好气说道 难道秦南就不清楚 承在地命 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吗 纵然 他超越了五道规则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堪称绝世天才 但若没有承在地命 那仍旧只是五祖修为罢了 必须得等下一次地命争夺战开始 暗黑妖帝在一旁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只是看向远方 突然间 在场的两位大帝 四位天才 察觉到了一股气息 扭头朝着远处看去 只见到从人族风上 一个粉红色的骷髅走在前方 他的肩膀上 坐着一只老鼠 旁边跟着两条狗 身后还有八具骷髅 妈呀 两位妖帝都 看向我们了 两条狗背下的浑身色色发抖 你们是何人 龙帝皱着眉头问道 院长大人 这是主人麾下的战虫 弦乐连忙答道 龙帝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隐隐觉得 这骷髅似乎有点不一般 就在这样 两位妖帝 龙帝院三大天才 贤月和骷髅小红 两狗一鼠们 都在这道场上 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回来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一个时辰之后 中周 游停道场 只见到 昔日那漫天的黄沙 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巨大的地光 地光之中还悬浮着一尊尊神秘宫殿的虚影 四周则是站立着四尊长达数百丈的神秘身影 像是守卫一样 在土地之上 游停道场也彻底变了 变成了一片巨大的道场 长有一万丈 宽有九千丈 通体金色 上面刻着无数道玄妙奇奥的纹路 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 道场尽头 则是站立了十五位白色身影 它们都是神秘的地势 此时此刻 在这些地史的下方 则是站立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大势力 以及那些地榜上的伞修们 粗略一扫 至少有着将近两千人 每一个人都是天才 场面极其宏大 不知道这次地榜的地命争夺战 是否和神榜一样 有着十三个地命 快看 那位白色长袍的 就是神秘火修方长青 他刚才出场的时候 简直帅呆了 虚空四面八方都被烧成了火色 你看到那个人没 是地榜第八的无面伞修 嘶 他一身的气息 好可怕啊 呵呵 气息可怕 你看看无面伞修身后的那个黑袍人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死亡道人 你看看他身上散发的死亡之气 保证吓死你 妈的 就是那个死胖子司马空 他居然也敢来 哎 好像地榜前十的 就来了一个人 无数的声音 在这个道场上起起伏伏 在场的天才 都在彼此观察着 当然也有不少人 在盯着自己的仇人 譬如死亡道人 道地传人 许许多多前来的大人物 牙齿都快要碎了 若是这游艇道场能够动手 恐怕早就爆发出一场大战了 哄 一道震耳欲聋的炸响声响起 道场上的大帝 强者 天才们 齐刷刷抬头看去 只见到身形庞大 通体雪白的九尾妖狐 从中踏出 妖威浩荡 仿佛都要将天地之中的地光 都压制下去 所有人心中都是一栋 九尾妖帝 龙地院的人来了 一直以来 面无表情的江碧兰 眼中多出了一丝波动 不远处满脸嘚瑟笑容的司马空 笑容更加得意 就连一直紧闭双眼的唐青山 也睁开了眼睛 那家伙 要来了吗 九尾妖帝化作人形 巧笑奄然 落在了道场之上 在他身后 花地尘等等一众天才们 齐齐走出 非常整齐 气势磅礴 不少天才 都被眼前这一幕 给直接冲击到了 然而 还是很快 有人发现了不对劲之处 熬苍天呢 九九和阳齐呢 还有那什么秦男 这四人怎么没来 奇了怪了 这是要干什么 地榜前十的人 现在就来了两个 都是排名较后的 不少天才 眼中都露出了某疑惑 天刀宗 飘渺换腐 菩提寺 这些强大势力入场的时候 最厉害的天才 也没有出现 江碧兰细眉一皱 司马空脸上的笑容 也缓缓有所收敛 突然 就在这一瞬间 在那天空左边 泛起了无比璀璨的五道光滑 只见到五柄长达三十丈 宽有五丈的古老大刀 破空而来 散发着恐怖的锋芒气息 在这大刀上方 刀千重副手而立 衣衫飘飘 俯瞰群雄 气势如红 哄 天空右方的虚空 破碎开来 只见到磅礴浩瀚的九阴之气 席卷而出 足足石头高大猙獰的鬼神 拉扯着铁链 拖出了一架燃烧着鬼火的马车 宛如地狱英王出行 不仅仅如此 一股又一股绝强的气息 在空中汹涌起来 本章晚 第一千零九十四章 排名惊变 西西 没想到你们两个 来得这么快啊 一道调皮的笑声 从虚空中响起 紧接着 一头高有八十丈 头生四脚 背有双翼的高大魔神 从虚空中踏出 肩膀上坐着一个面容精致的小女孩 正摆着洁白如玉的小巧双脚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一道道禅畅声响起 一股股佛光忽然绽放 随后一颗通体晶莹 蕴含着古老佛意 十分高大的古树 漂浮而出 树下一名僧人 盘膝而坐 双目低垂 远远看去时 让人心神宁静 高大魔神上的小女孩 见到这一幕 顿时冷哼一声 笑意不见 哈哈 各位 好久不见 爽朗的大笑声响起 一朵朵九彩莲花 绽放开来 石青凡走在前面 身后还跟着一名女子 一步步走来 身上的一缕缕地微 毫不掩饰 与其他人相比 他就像是天生的王者 一举一动 磅礴大气 其他几位天才 在他的面前 也显得黯然失色 游亭道场上的天才 看到这一幕 都是心神震动 石青凡 石青凡出现了 那是魔女千千和陈自来 还有刀千众 和天心号星号人 嘶 好霸气啊 石青凡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半地境界了 魔女千千 竟然照出了 如此庞大的魔神 还有陈自立的菩提树幻象 竟然生长到了这种地步 刀千虫 不是只有三把刀吗 怎么变成五把了 整个道场 一片沸腾 那一位位来自各大势力的五帝强者们 则是眉头微微一皱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们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各大天才 以这样的方式出场 其实就是想冲击 在场天才的心神罢了 让在场天才 无形之中 有了羡慕 敬畏之意 嗯 石清凡 魔女千千 陈自来入场之后 目光立刻朝着龙地院看了过去 但是并未发现秦南的身影 这让他们的眉头 不禁微微一皱 秦南和龙地院三大天才 怎么还没出现 难道在筹备着什么 如此想着 三大天才眼中都露出了抹兴趣 被地榜称之为艺术的秦南 他将以怎样的姿态 降临到场呢 时间缓缓流逝 火热的气氛 没有丝毫减少 直到又过去了半个时辰之后 突然发生了一变 每个天才的胸口上 几道龙影 都悬浮出来 中间的数字 开始剧烈变化 嗯 地榜排名在变 哈哈 这是地战之前的最后一次吗 快看 我的地榜排名 提升了足足三十名啊 全场天才都看向了自己的胸口 有不少人脸上露出了喜色 也有不少人一脸郁闷 没想到最后时候 地榜排名 还要给他们一次冲击 不过总的来说 没有太多的变化 石清凡 仍旧是一支不变的第一 唯有九尾妖帝 心不在焉 连在场的天才 他都没有去怎么观察 而是一直等着令牌 如果秦南回到了龙帝院 龙帝一定会告诉他 就在这时 他那戒之中 一块令牌 闪耀起来了刺眼的光芒 九尾妖帝精神一阵 连忙看去 一看之下 却是愣住 怎么是来自幽影楼的 不仅仅是九尾妖帝 在场的大帝人物 在场的天才们 都是神色一正 就连幽影楼的大帝 也是满头雾水 非常不解 这个时候 幽影楼怎么传来了消息 难道中周发生了大事 带着疑惑 众人的神念 齐齐探入其中 这一看之下 脸上立刻浮现出来了惊恶之色 这 这怎么可能 秦南的排名 从地榜第九十六 调到了地榜第八百九十六 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要知道 纵然这一个月内 秦南在闭关修炼 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他的排名顶多也就下降几十名罢了 根本不会掉整整八百名 就算是遭到了危险 被人废掉了修为 那么也会直接移出地榜 现在一口气掉了八百名 恐怕就只有一个解释 修为暴跌 在场不少大地 强者都清楚记得 大概两千多年前 有一位地榜排名第五十多名的弟子 因为修炼功法走火入魔 导致武术受窗 修为暴跌 最后排名也就掉了足足五百多名 和秦南的情况 如出一辙 只不过 让人没想的是 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与此同时 中州 龙帝院 道场之上 怎么可能 他的修为 怎么会暴跌 龙帝额头青筋暴起 体内一股恐怖的气息 正在缓缓苏醒 在看到秦南排名 下降整整八百多名的消息之后 他就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这 暗黑妖帝已经弦悦 敖苍天等人 也是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那可是秦南 超越了五道规则的存在 他身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难道说 他在练功的时候 遭遇了什么意外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秦南才迟迟不来 不想参加地命争夺战吗 唉 龙帝本想发出惊天怒火 但是两久之后 无力地垂下手臂 发出了一声叹息 他本以为 秦南会登上地位 一路高歌 震惊世人 替他们妖族重振雄风 可是现在 一切都完了 一切都败了 你们四个 去游厅道场吧 龙帝缓缓说道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的路 他们还是要走 贤月 敖苍天等人回过神来 略有一些呆滞 走 离开 不等秦南 其实再等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 秦南修为暴跌 调到了地榜 第八百九十名 注定在这地命 争夺战里 掀不起任何的风浪 再等下去 纯粹是浪费时间 院长 我不走 贤月声音 沙哑道 哈哈 这小子活该 谁让他上次拿打腰棒 抽我们 我要等他来 好好奚落他一番 敖苍天发出了一声大笑 久久和杨琪 都是耸了耸肩 他们等秦南 不是因为秦南的强大 而是因为 他们和秦南之间的羁绊 那就等吧 只是不知道 他会不会来 见到四人的态度 龙帝叹息一声 没有多劝 暗黑妖帝 站在一旁 彻底沉默 然而 就在这一刻 龙帝院一座阵法上 一道身影 缓缓浮现出来 地榜前辈 也太不靠谱了吧 不就是气息 被荒之气息 给遮住了吗 有必要给我一次 信掉这么多排名啊 嗯 院长 暗黑前辈 本章完 第1095章 龙头之上 说话之人 赫然是秦南 从荒石中觉醒 帮那位青年 解决麻烦之后 他就以着最快的速度 赶回了龙帝院 只是没有想到 龙帝和暗黑妖帝 居然在这个道场上 咦 你们都在呢 秦南目录差矣 没想到 敖苍天三人 贤月 两狗一鼠 和骷髅小红都在 秦南 龙帝和暗黑妖帝 敖苍天等人一正 刚刚他们还以为 秦南不会回来了 没想到现在就出现了 汪汪 少爷 想死你了 两条狗大叫一声 撒开脚丫子狂奔过来 天机鼠身形一闪 就落在了秦南的脖子上 发出了叽叽叽的声音 小脑袋不断蹭着 秦南左瞳一扫 就看到两狗一鼠 竟然都有了修为 而且还是五足五虫 不仅仅如此 骷髅小红的修为 达到了五足七虫 剩余的八具骷髅 都达到了五足六虫 照此看来 在他感悟刀数的这段时间 骷髅小红带着他们 显然收获了不少的奇遇 干得不错 秦南对着骷髅小红笑了笑 心中一阵满意 骷髅小红耸了耸肩膀 算是回应 这时龙帝 暗黑妖帝 敖苍天等人皆是反应过来 瞬间动用不同的铜树 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立刻发现 秦南此刻的修为 居然和一个凡人一样 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秦南 龙帝深深吸了口气 郑重道 告诉我 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修为会暴跌到这个程度 你别灰心气馁 一切问题 都有办法解决的 放心 一切都没问题 暗黑妖帝轻声道 敖苍天三人还有弦乐 虽然都没有说话 但是眼中都露出了一丝浓浓的关切 秦南微微一愣 随即心中流过了一道道暖流 他其实清楚 当初龙帝 暗黑妖帝 九尾妖帝看中他 是因为他超越了五道规则 只要承在地命 就能一飞冲天 成为苍蓝大陆的巨头 前途无限 他们妖族也有着事情 有求于秦南 可是现在的秦南 已经修为暴跌 根本无法在地战之中 承在地命 对于三大妖帝 整个妖族而言 一个不是大帝的天才 那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 不值得在意 培养 然而 龙帝和暗黑妖帝的态度 根本没变 依旧关心着秦南 他们自己或许都不清楚 在无形之中 他们在意秦南 已经不仅仅是因为秦南的作用了 两位前辈 让你们担心了 我没有任何问题 秦南拱手说道 满脸正中 没问题 龙帝和暗黑妖帝 敖苍天等人又是一阵 没问题 怎么地榜排名 暴跌整整八百名 龙帝深深吸了口气 沉声道 秦南 修行一路 困难重重 一个强者的诞生 必然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 一 龙帝以为 秦南的心里 想必是 有了什么负担 所以才说出这番话 只是他的话还说完 秦南就抬起手来 屈指一弹 哄 一股恐怖的刀意 宛如狂龙出海 席卷而过 在这诺大的道场上 瞬间展出了一条巨大的沟壑 这一击 完全可以抗衡五足九重的天才人物 这是 龙帝 暗黑妖帝 敖苍天 九九 杨琪 贤岳等人 眼中都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这是怎么回事 秦南不是修为暴跌了吗 抱歉 两位前辈 来不及跟你们说 这段时间 我有一段奇遇 这也导致了我的修为 被彻底遮住 看起来和烦人一般 所以 地榜排名才会暴跌 秦南满脸欠一道 修为被遮住了吗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哈哈 龙帝和暗黑妖帝 震惊过后 南南自语几声 突然回过神来 发出了震耳欲龙的大笑 几乎将整个龙帝院都为之震动 他们原本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现在陡然听到了好消息 自然是开怀大笑 靠 我就知道 你的修为不会暴跌 凹苍天爆了句粗口 却掩饰不了眼中的笑意 九九 杨琪 咸悦三人的脸上 也露出了魔喜色 不说这个了 现在地命争夺战 不是开始了吗 你们难道在这里等我 秦南好奇问道 不是等你 我们站在这里干什么 现在地命争夺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们速速 赶去游艇道场吧 要是这次无法承载地命 等你回来 看我怎么和你算账 龙帝立马收敛笑容 瞪着眼睛道 秦南低咳一声 脸上露出了丝尴尬 秦南 突然间 熬苍天 九九 杨琪三人的脸色 变得严肃起来 道 如今游艇道场 各大天才 已经全部道场 就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 嗯 秦南看向了他们三人 上次的事情 多亏了你 否则没有我们的今天 现在就到我们 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熬苍天 九九 杨琪 同时深吸了口气 身形突然碎开 轰隆 只见到一头长达百丈 通提紫金色鳞片 双脚争鸣 面容霸气的巨龙 浮现而出 在巨龙的旁边 分别是一头毛发粉红的九尾妖狐 以及一头通体漆黑 双目深邃的麒麟 刹那间 恐怖的妖威 在整个龙地院上空 肆虐开来 荡出了无数的风暴 令龙地院无数的妖族外门弟子 都是目露震撼之色 妈呀 两狗一鼠 都是怪叫一声 身形瑟瑟发抖 迅速缩在了秦南背后 你们这是 秦南仰头看着这一幕 立刻猜到了什么 心情顿时激动起来 这可是他一直以来 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上来 熬苍天低声喝道 声音如雷 好 秦南反应过来 脚尖一点 当他的身形 稳稳当当地落在 这巨大的龙头之上时 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 从他的心中 汹涌而起 令他浑身兴奋地 都忍不住站立 好 熬苍天仰天长笑一声 一爪击碎虚空 庞大的身躯 犹如其中 久久和杨齐的庞大身形 则是一左一右 宛如两大护法 同时前行 我带你们去 贤月看着这一幕 嘴角勾起了抹笑容 将两狗一鼠 骷髅小红抓来背后 随即踏入虚空之中 这家伙 龙帝和暗黑妖帝 看到这一幕 都是哭笑不得 不过 他们心中也浮起了一丝好奇 当秦南站在这太古紫荆 战龙凹苍天的头顶 降临游庭道场时 那天下群雄 将是何等震撼 本章完 第1096章 王者军灵 此时此刻 游庭道场 原本处于震惊之中的各大天才们 在这个时候 回过神来 泽泽 暴跌八百名啊 秦南这算是废了 我看啊 十有八九 是他前去寻找断天宝藏的时候 遭遇了不错 嗯 说的有道理 断天宝藏 岂是那么好获得的 哼 我觉得 把宝藏贡献出来 让各大势力一起联手探索 才是真理 这家伙也真倒霉啊 地命争夺战刚刚开始 就暴跌了八百名 哈哈 这就是报应啊 一道道声音 彼此响起 大部分的声音 都是幸灾乐祸 像什么天刀宗弟子 苍羽公弟子 无极神盟弟子 看秦南都是颇为不爽 如今见到秦南倒霉 自然非常高兴 另外一些人 其一是因为 秦南秀为暴跌 他们也就少了一个敌人 其二则是 秦南曾经获得断天大地遗留之物 他们曾经都多多少少 有点嫉妒过 只有寥寥几十人 心中颇为同情 在无道世界中便是如此 当你强大时 会有无数人阿谀奉承 但是当你落魄时 就会有无数人开口奚落 毫不留情地踩你几脚 龙帝院中的花地臣 木木 敖东方 花籍无道 苏青青等等弟子们 听到这四周的声音 脸色又惊又怒 他们惊的是这个消息 怒的是众人 对秦南的态度 九尾妖帝在这瞬间 仿佛失去了听觉 四面八方响起的声音 其他势力的大地 强者传来的神念 他统统没有听见 因为他的心神在动摇 那个在他心中 必然要震撼天下的男人 为何会修为暴跌 曾经熟悉秦南的方长青 还有一直盯着秦南的刀牵众 以及一些地榜上 赫赫有名的天才 则是眉头皱了皱 没有多说什么 至于石清凡和魔女千千 这两人的脸上 仍旧满是错愕之色 别人不知道 他们可是清楚 秦南乃是地榜称之为 艺术的存在 自古以来 恐怕独此一人 怎么可能会修为暴跌 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啊 唯有佛陀臣自来 轻声一叹 心中默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他已经明白 修为暴跌 排名狂调 恐怕是秦南施主 感悟已经失败了吧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开玩笑 他骂的秦南是谁 这群家伙知道个屁 江碧兰 唐青山 你们知道什么不 是不是秦南 又搞出了什么幺蛾子 那四周的声音 让司马空像是被踩到了尾巴 气急败坏地跳起来 连忙传音问道 不知道 江碧兰冷冷到 司马空分明看见 他浑身上下的死亡之气 变得更加浓郁了 唐青山面无表情 没有吭声 只是周深 开始荡漾着丝丝杀气 哼 秦南等会肯定会来 他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等到时候地战开始 就让这群家伙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爵士天才 司马空冷笑一声 在他们神态各一的时候 全场的议论声 仍旧没有减少 譬如秦南曾经的敌人崔利虚等人 还有苍羽公的霍林大帝等等 都在卖力地肆意嘲笑着 若说上个月的地榜排名之时 秦南的消息 没有多少人关注 那么这次的地榜排名 秦南当之无愧成为了主角 只不过与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是飙升 而他是暴跌 就在这时 一声轻响 响在了九尾妖帝的心里 九尾妖帝一正 定了定神 将那令牌拿了出来 神念探入其中 然而这一看下 他的表情就彻底震住了 随即开始不断变化 好像是开心 又好像是无语 直到最后 便成了咬牙切齿 可恶的秦南 居然没有一丁点事情 秀薇并且还变强了 害得他刚才受到了 那么大的打击 等会一定要让他好看 当然 他们 花底尘咬着牙 双目之中 冒起了丝丝杀气 他是一个很有诚服的人 很少动怒 同时他也很讨厌秦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很愤怒 他想杀人 等等看他们的表情 九尾妖帝 眼神默然地扫了那一一开口嘲讽的强者 天才们 开口淡淡道 花底尘微微一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突然之间 在这一刻 从那天空深处 响起了一道轰隆爆炸声 四面八方的虚空 顿时破碎开来 足足四股可怕的妖威 如同暴风一般 朝着这整个道场 迅速汹涌 只见到一头庞大的笑日天狼 帅先从其中冲出 仰天长笑 静止飞向了龙地院的所在之地 在他的背后 则有着一头九尾妖狐 一头通体漆黑的麒麟 缓缓踏步而出 这庞大的身形 就好像是有着两座巨山 一左一右 悬浮在了天穹 在场强者 天才 都是心神一阵 石清凡 魔女千千 佛陀陈自来 刀千虫 无面散修 天心好心好人 方长青等人眼中都是 闪过了一道金芒 龙地院 是九九和杨奇 龙地院的三大天才来了 四 好可怕的身形 他们的修为 恐怕变得更强大了 太古紫金战龙熬苍天呢 他是不是还在虚空深处 无数强者天才 都是迅速开口 眼神紧紧盯着虚空 就在下个呼吸间 一头长达数百丈的巨龙 从里面缓缓游出 他浑身上下的鳞片 都绽放着耀眼的紫金色 配合着那一双血童 充满了爆炸力的龙爪 给在场众人 一种视觉 心灵上的巨大冲击 龙之王者 太古紫金战龙一族天才 敖苍天到来 到了吗 然而 一道淡淡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 从巨龙的头顶上 响彻了起来 清晰无比地传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 全场众人微微一正 敖苍天忽然张开了血盆大口 站在他身边的九尾妖狐 暗黑麒麟 也同时张开了血盆大口 浑身上下的妖气 开始疯狂地蓄积起来 在场的强者 天才们 皆是看到 在那敖苍天的龙头之上 一名青年 缓缓站立起来 黑发狂舞 长袍吹荡 左瞳之中闪烁着淡淡紫光 微微低头 俯瞰着整个道场 俯瞰着他们所有人 全场所有强者 天才的眼睛 顿时缩成了真状 各位 好久不见 青年嘴角 扬起了某弧度 这声音刚刚落下 太古紫金战龙 九尾妖狐 暗黑麒麟三人身上 蓄积的妖气 同时爆发 脱口而出 发出了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好 刹那间 天地战立 虚空爆炸 恐怖的腰围卷向四周 磅礴浩瀚的刚气 宛如天穷国度的怒海 朝着这中周赫赫有名的巨头 天才们 黄卷而来 这是三寿的咆哮 同时 也是在向所有人宣告 大战一时 群雄汇聚 王者 军灵 本章完 第1097章 地战前夕 无数的刚风 卷动了在场每个人的发丝和衣衫 那惊天动地的咆哮声震的他们 耳朵嗡鸣作响 他们双目中 这站立起来的青年 以及刚才的那一幕 无疑给了他们 心灵莫大的冲击 令得那些天才们 头皮发麻 心中寒气直冒 开什么玩笑 这个人 竟然站在了龙头之上 而且 这还是堂堂太古紫金战龙一族天才 地榜排名第五熬苍天的头顶 不仅仅如此 刚才连三大天才 都同时为了这个人的到来 发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咆哮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眼前这一幕 他们是绝对不相信的 龙的高 世人皆知 更何况 还是太古紫金战龙的天才 我靠 秦南 是你这家伙 司马空率先尖叫起来 浑身都在剧烈地站立着 妈的 妈的 站在太古紫金战龙熬苍天的头顶啊 三大妖兽同时咆哮啊 这简直就是君临天下 天神下凡的场景啊 光是想想 就让人热血沸腾 心跳加速 唐青山那面无表情的脸上 也第一次出现了一次波动 试问哪个男人的心中 不愿意踩着战龙 君临天下 黑袍之下的江碧兰 美眸之中露出了夺目的异彩 嘴角也是忍不住绽放出来了一道绝美的笑容 这个家伙 还真的一点都没变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这家伙 这一刹那 石清凡 魔女千千 佛陀臣自来 刀千众等等赫赫有名的天才们 双目都是微微失神 他们到来时 曾步步生连 俯瞰众生 曾坐魔神肩上 笑颜如花 曾背后佛术 普照时间 曾鬼神拉车 阴气滔天 曾脚踩舞刀 横贯长空 可是 他们降临的方式 与眼前这个男人的降临方式相比 如同云泥之别 我曾有个向往 脚踏龙头 仰天狂笑 君临天下 左手持刀 右手持酒 纵观四周 放生狂笑 大口喝酒 肆意杀敌 何等快哉 身为男儿 应当如此 一名武帝强者 难难自语 眼前这一幕 触动了 他原来心里最深层的东西 唤起了他年少时的梦想 可惜 后来他承载了地命 成为了一代巨头 但是他已经有了诺大势力 有了无数敌人 有了无数想法 再也无法意气风发 也在这时 全场的强者 天才们 齐齐反应过来 什么 秦男 这个人是秦男 死 他居然站在了敖苍天的头上 那可是敖苍天的头上 好震撼 这一幕给我一种好震撼的感觉 这个秦男 就是真正的王啊 他不是排名掉了吗 敖苍天怎么会同意啊 总感觉 他就是天下第一 一道道失态的声音 倒吸冷气的声音 疑惑的声音 夹杂一起 响彻道场 毫无疑问 眼前这一幕 给他们造成的冲击 实在是太大了 哈哈 秦男大笑一声 从龙头上跃下 朝着龙地院一步步走去 敖苍天 久久 杨齐也分别幻化人形 紧随其后 九尾妖狐美好气地摆他一眼 刚想数落他一番 结果想到刚才那些天才 强者 大帝们的表情 又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 笑声悦耳 风情万种 师兄 秦男 你们 花帝尘 以及龙地院的弟子们 呆呆地看着四人 想要说什么 却是无法说出口来 你看到的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敖苍天淡淡道 花帝尘 以及众多弟子 都是愣了愣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倾笑声响起 秦男道友 多日不见 没想到你这次出场 就是这般震撼 让我都十分佩服 不过 我有个疑惑 你的修为 真的暴跌了吗 这道声音的主人 赫然就是当今地榜第一 石清凡 刷刷刷 几乎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盯着秦男 对啊 秦男的修为 是否暴跌了 如果真的暴跌了八百名 那么堂堂熬苍天 又怎么会肯让秦男 站在头顶呢 不过仔细想想 就算秦男修为没跌 似乎也没这个资格 切 这还需要问吗 地榜的排名 会出错吗 依我看来 这就是龙地院的一场阴谋 故意弄出这种大场面 来冲击我们的武道之心罢了 一道不屑的声音响起 赫然是天刀宗的崔利虚 他见到秦男那般军灵天下的样子 心中简直是极度到了极点 听到了石清凡的问话 他就立马站出来了 他是绝对不相信 秦男凭借自己实力 降服的敖苍天 此话一出 不少人点点头 崔利虚分析的 倒是颇有道理 要知道 哪怕是石清凡 甚至是神榜的天才 都根本无法降服敖苍天 降服三寿 是吗 既然你这么认为 不如正好在地战之前 你我二人 来一次生死战 活动一下筋骨 提高一下气氛 如何 秦男淡淡笑道 崔利虚的脸色顿时一变 他如今虽然已经达到了 地榜前一百 算是非常厉害的天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秦男这副模样 他心里总有点发出 万一 万一秦男的修为 没有暴跌怎么办 石清凡 魔女千千 佛陀陈自来 刀千众等等天才们 见到秦男这样的态度 都是若有所思 要想秦男自己说出来 那是不可能了 不过地战的时候 如果真正遇到了 在弄清楚之前 那也绝不能小觑 接下来的时间里 游亭道场虽然热闹 但已经没有了那么混乱了 不少大地强者 都在暗中尝试 动用各种手段 来探测秦男 只不过最后 都是毫无所获 只感觉秦男和凡人一般 同时 秦男一边和昔日熟人 一边交谈之时 一边观察着各大天才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 站在游亭道场最前方 一直沉默的十五位帝使 忽然同时开口了 各位五弟 各位道友 还请离开游亭道场 非地绑之人 不得在此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 心神奇奇异灵 地命争夺战 终于要开始了吗 本章完 第1098章 守护金锁 在这个预检里面 有着在场各大弟子的画像 修为等等基本的信息 你们等进入地战之后 一定要将这些东西全部熟记 切勿粗心大意 九尾妖帝 对着所有龙地院弟子传音道 各位 祝你们好运 他玉手易扬 一眉眉玉剪 落入了秦男等人手中 紧接着他脚尖一点 对着秦男眨了眨美丽的眼睛 身形就离开了游亭道场 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不仅仅是他 其他的大弟 强者们 都在做着类似的动作 毕竟他们到来 护送弟子是其一 其二便是观察所有人 与散修相比 各大势力的弟子 还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秦男刚刚收好预检 他的面前 就走来了一位 身穿蓝色长袍 脸上戴着一块面具的修饰 秦男眼神一领 他已经察觉到 这个蓝色长袍人 修为非常可怕 秦男道友 这是公主托我送你的东西 关键时候 能够救你一命 希望你别让公主失望 一道清脆如黄梨般的声音 在秦男脑中响起 紧接着 他眼前一花 这蓝色长袍人 就不见了综艺 他的手中 也多了一个巴掌大小 呈现四方形 上面刻满了无数道 古老振纹的墓盒 公主送我的东西 秦男微微一愣 目光下意识看了过去 立刻从河中看到 一枚 呈现出青色的玉佩 静静躺立 上面流动着一道道 温润的光滑 其内部具备了一股 极其惊人的生命力量 这玉佩 显然是疗伤救命所用 价值不菲 虽然 他如今在半神之国的 遗世药园里面 但是仍旧在关心着我的一切啊 秦男攥紧了墓盒 这辈子 能够遇到公主 真是他最大的幸运之一 此时此刻 各位五弟 强者们 已经纷纷离开了道场 那沉默下来的十五位帝使 同时开口道 本次地命争夺战 共有3342名修士参与 现在按照排名 下放地令 话音刚落 只见从那天穷之上 垂落下来了一道道的地光 落在了每个修士的面前 凝成了一枚 眉玄妙奇特的令牌 在地命争夺战中 这块地令 会记录下你们的一切 十五位帝使继续道 秦男和在场天才 都是心神一动 这地令 难道仅仅只是 用于记录一切 没有了其他的作用 若仅仅如此的话 这块地令 好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不过纵然疑惑 在场也没有人问出口 本次地命争夺战 共有三关 具体的规则 你们进去之后 当关的帝使 自然会告知你们 十五位帝使身上 忽然涌出了一缕缕的金光 在他们的面前 依次凝聚出了一道道 高有十丈 宽有三丈的金色门户 门户之中 白光扭动 宛如漩涡 现在 便以地榜排名 迅速踏入门中 十五位帝使 开口喝道 在场修饰 都是心神一阵 体内一股股热血 开始翻涌起来 无比激动 等了这么久 地命争夺战 终于真正开始了 是龙是虫 这一战中 就会决定一切了 So 石清凡率先踏出 化作一道青红 没入其中一尊门户 在他身后 便是魔女千千 佛陀陈自来 刀牵众等等人 你们回到那界中来 伴想之后 秦南将骷髅小红 两狗一鼠 分别收入了那界 脚尖一点 往前飞去 他也不知道 能不能将他们 带入地命争夺战力 总之先要试一试 最后 秦南踏入大门的时候 没有受到阻碍 直接在漩涡中消失了 只不过秦南没有看到 站在那金色大门旁的地时 气息剧烈抖动一下 显然他察觉到了 骷髅小红他们的存在 So 秦南的身形 从天空掉落下来 他脚尖刚刚落地 立刻运转战神左瞳 朝着四面八方看去 四周是一片树林 里面有着不少 无阻境妖兽 土地也是正常的颜色 天空占来一片 一览无垠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 秦南眉毛一挑 他已经看到 在那天空极深处 悬浮着一道金色的巨大门户 与游亭道场上的金色门户不同 正中央书写着一个威严无比的地字 难道这门户 就是通往下一关的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是一片独特的小空间 共有多少位修士 秦南脑海中 蹦出了几道疑惑 就在这时 一道古老威严的声音 从那天穷深处 响起 各位修士 我乃此关地时 现在告诉你们 第一关的规则 这里是一片小空间 长十三万里 宽八万里 共有四百二十一位修士 接下来每隔五个时辰 我会挑中一名修士 往他身上寄存一枚龙形金锁 若是这位修士 将金锁成功守住五个时辰 那就可以晋级第二关 若是其他人抢到 等到下一次龙形金锁发放时 成功守住 同样可以晋级 龙形金锁 有点意思 秦南眼睛微微一眯 现在开始投放龙形金锁 第十再度开口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从那天穷深处 一道夺目刺眼的金光 急速地往下飞过来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金色火球 毫无疑问 整片小空间不是很大 现在龙形金锁降临下来 有着如此惊人的异象 那么 空间四周的其他修士 也能看到 这个方向 难道说 秦南微微一愣 正如他所以预料一样 这巨大的金色火球 朝着他所在的位置 越来越近 最后 秦南只感觉眼睛一花 甚至来不及躲闪 一枚重物 就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低头一看 正是一把呈现龙形 神秘古老的金锁 快点 在那个地方 哈哈 没想到金锁降临之地 距离我这么近 一道道声音 在这刹那 从四周响了起来 不仅仅如此 在这片小空间内 那一股股气息 正以着惊人的速度 朝着秦南所在之地赶来 本章完 第1099章 激烈对战 有意思啊 秦南没有丝毫距异 反而嘴角勾起了某笑容 他根本没有料到 刚刚开始第一关 他就成为了全场公敌 闪电之际 他运转左铜 朝着四周一闪 东南西北处 都有敌人追来 其中 南方追来的敌人最少 修为也最弱 他脚尖立刻一点 化作一道红光 朝着南方飞去 毕竟整个空间内 有着421位修士 如果秦南无动于衷 任凭别人杀来 就算是他也 根本无法撑住 更何况 这421位修士 在地榜之中 排名多少 修为怎样 这些都无从得知 秦南 居然是你 南方飞来的 共有5名修士 三男两女 除了其中一个猛灭女子 有着5组8重的修为 另外4人都是5组7重 在地榜之中 有着大概400至600之间的排名 他的修为掉了 我们一起联手 猛灭女子当机立断 给另外4人传去神念 这4人犹豫一瞬 立刻点头 一起镇压秦南 最为省力 也最为节省时间 然而 秦南直接出手 大手一翻 一座虚幻大山 静止演化出来 朝着5人镇压而下 不好 蒙面女子5人 脸色奇奇一变 迅速祭出防御法宝 轰隆 一声暴响 蒙面女子5人的身形 都是一个亮枪 差点被这股磅礴 震飞出去 这 蒙面女子5人眼中 都露出了惊恶 光是一招 就轻松震退他们 这秦南的实力 根本没有暴跌啊 秦南扫露5人一眼 察觉到后方的气息 不再恋战 脚尖一点 战神第2事 不踏天下施展开来 嗯 飞行之中 秦南看到 他手中的龙形金锁 散发着淡淡金光 以及一丝一缕的龙气 这就像是黑暗之中的一盏明灯 方圆千里之内 都能看到感觉到 看来让两狗一数 骷髅小红他们带走 是不可行的了 现在有两个办法 第一 找到一处极为隐蔽之地 第二 动用左瞳的优势 判断前方敌人 迅速迂回 一路站到五个时辰之后 秦南分析了局势 心中便有了主意 迅速将两狗一数 和骷髅小红等释放出来 王 少爷 我们在哪 是不是在地站里面 两条狗满脸兴奋 没想到真的进来了 不多说了 现在四面为敌 小红你们拿着令牌 去找到一个隐蔽之地 等找到了 再告诉我 秦南开口说道 迅速抛出一块令牌 好 骷髅小红非常干脆 转头 就朝另外一边飞去 两条狗本来还想多问 但是察觉到四周迅速赶来的气息 顿时毛发倒数 紧跟在小红后方 毕竟两条狗和天机鼠 有着天机秘鼠 再加上小红的不凡之处 恐怕找到一处躲藏之地 机会非常大 秀 突然 一道急促的破空声响起 只见到一株呈现出暗红色 长达一丈的巨剑 携带着一圈又一圈的红色风暴 以着惊人的速度 朝着秦南杀来 这一剑 足以射杀五组八重的强者 崩灭领域 秦南身上 一股黑光 席卷开来 这巨剑射杀其中 如同陷入沼泽 寸寸消失 不仅仅如此 秦南上方的虚空 裂开了一道裂缝 从中标射出了一道冰冷的短刀 撞击在崩灭领域上 也无法前进丝毫 开始崩灭 巨剑的射杀 只是其一 这短刀的攻击 才是真正的杀招 只不过 这一招早就被战神佐童看破 不错的攻击 秦南按道一声 佐童爆发出更为璀璨的紫光 朝着前方看去 紧接着 他就看到三个人影 两男一女 正在急速飞来 两名男子都是五祖九重修为 气息如海 这女子虽然是五祖八重 但是浑身上下的气息 则是有点古怪 秦南 没想到你的修为 没有报电 但是我们三人联手 你根本不是对手 你将龙行金锁交出来吧 我们幽影楼欠你一个人情 也不会杀你 这女子开口说道 声音通过几十里传来 竟然异常清晰 幽影楼大小见 地女描山 秦南瞬间想了起来 他对苗山倒是有点印象 他在地榜上面 排名乃是第七十二 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天才 你们幽影楼的人情 我倒一点也不稀罕 秦南淡淡一笑 身形不退反镜 朝着苗山三人急速飞去 苗山三人脸色微微一正 要知道他们三人连起手来 哪怕是地榜前四十名的天才 他们也能直接抗衡 眼下秦南四面楚歌 居然还敢与他们正面大战 斩 秦南身形一跃而起 冲入天穷 右臂豁然斩下 苗山三人 还有那四面八方赶来的天才 就见到天空中亮起了 一抹璀璨的光滑 紧接着一道巨大无比的刀器 宛如月牙一般 以这惊人的速度 汹涌而去 极其惊人 不好 苗山三人脸色一变 顿时多种手段 施展开来 这一刀的强大 超乎了他们的意料 天荒 在秦南身上 一缕缕荒之气息 汹涌起来 但是他是施展到了一半 他立刻抬头 只见到虚空之中 泛起了一道道裂痕 从裂痕内 一股股火焰 狂涌而下 化作了一头头火蛇 撕咬而来 嗯 秦南撑开崩灭领域 一眼扫去 就见得一名头发火红的青年 气势汹汹冲来 一身修为 竟是达到了无阻实众的地步 秦南依稀记得这个人 但是已经记不太清 只知道 他是地榜排名前六十的 一位天才强者 不只是如此 四面八方 都隐隐传来了一道道 强大的气息 依此看来 恐怕是这片空间内的强大天才 已经赶来了 秦南身形当下一转 不再出手 急速飞走 毕竟他要守护金锁五个时辰 现在爆发大战 损耗太大 得不偿失 会让一些人渔翁得利 想走 那头发火红的青年 还有那苗山三人 以及四周的修士 都是瞳孔一缩 多种手段 准备释放 就在这一刻 秦南的令牌 忽然泛起了光滑 是骷髅小红他们传来的消息 本章完 第一千一百章 山脉深处 找到地方了吗 秦南神殿一扫 二话不说 一抹璀璨的刀光 在他身上绽放开来 以我为刀 斩向四方 伴随着一声长啸 刀光忽然碎裂开来 竟是化作了成千上百道刀器 朝着这四面八方 激射而去 宛如漫天暴雨 秦南的身形 也骤然加速 飞向远方 头发火红男子 苗山三人 还有那赶来的几位强者 脸色一变 迅速出手 打碎刀器之后 在向前方看去的时候 秦南已经飞出了很远 追 这些人同时打定主意 但是秦南的速度 何等之快 相互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开 几百个呼吸之后 秦南的身影 就彻底不见了 连带着那龙形 金锁散发的龙翼 他们也无法再捕捉到 可恶 头发火红青年 还有另外几位天才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现在跟丢了秦南 那想要再次遇到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的时间 地榜排名第75的刘伟道友 还有第103的杨文道友 以及宋华道友 祝文道友 不如我们一起 联手如何 苗山的脸色 倒是没有多难看 反而笑迎迎道 联手 刘伟斜腻了他一眼 杨文 宋华 祝文三人都是 表情各异 当然 秦南的修为 没有暴跌 我们单独遇上 恐怕还不是对手 不如我们一起联手 等到四个时辰之后 找到他的位置 将他镇压 至于今所归谁 各位届时就各凭本事 怎么样 苗山笑容不简道 刘伟 杨文 宋华 祝文四人 听的此言 都是心中一动 你能找到他 刘伟问道 苗山的笑容 顿时灿烂起来 道 你别忘了 我的身份 与此同时 前方一片树林之中 秦南如入无人之境 纵然四面追来了不少的修士 但是与刚才的苗山他们比起来 都要差了许多 他基本上都是一招正退 终于到了 秦南看着远处巨大的山脉 收敛了自身气息 迅速走去 不过多时 他就来到了一个山谷 山谷四周树林茂密 河水流淌 野草无数 若是看上去 倒的确很难发现 非常隐蔽 咦 这山谷之中 竟然还形成了好几种静置 秦南眼睛一亮 在山谷之内的这几道静置 乃是上天郁郁而成 威力极大 若是对方的铜树不强大的话 根本无法发现 就算是发现了 恐怕也无法进去 秦南踩出了一道道玄妙的步伐 顺着静置 最后来到了一个山洞 刚刚进来 他眼中就露出了抹金色 只见到这洞中 身有八丈 高有四丈 弥漫着一缕缕的金色地气 非常浓郁 骷髅小红 两狗一鼠等人 都在盘膝打坐 直接修行 照这样看来 这个山洞 恐怕是地榜刻意留下的 在这片小型空间内 还不止这么一处地方 秦南若有所思 毕竟就算是地榜第一的石清凡 拿到了金锁 遭到无数追杀 凭他一己之力 都不是对手 需要借助这些隐蔽之地 用于隐藏 我帮你封住金锁的气息 否则的话 这个地方也不能久留 骷髅小红突然道 你能封住金锁的气息 秦南眼中露出了抹金色 他也尝试过封住龙形金锁的气息 但是根本无法成功 骷髅小红大手一挥 一顶绿色光帽 飘浮而出 将龙形金锁罩住 那一丝一缕的龙气 果不其然 直接消失不见 可以维持四个时辰 骷髅小红说道 秦南微微一愣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绿帽 除了加持他之外 居然还有这样的效用 不过 骷髅小红会的东西 是不是太多了 他的半神记忆 是否仍然存在着 不管怎样 你都是我的主人 对吧 骷髅小红声音平静问道 说的没错 秦南深深看了他一眼 停顿半想 才缓缓开口 随即盘歇而坐 开始吸纳地气 这种地气 极其珍贵 非常罕见 按照秦南的猜测 提前吸收感悟的话 恐怕到时候承载地命 会有非常大的便利 此时此刻 山脉四周 不少追来的修士 发觉那一丝隆气消失 都是正在当场 咬了咬牙后 仍旧开始疯狂搜索 不仅这样 越来越多的修士 正在赶来 也有许多人 释放出来了 镜子一样的武魂 探查大地 或者是放出太古妖虫 赤灵血鬼 追神俘虏等等 用于探查 手段无数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很快三个多时辰就过去了 秦南等人 依旧在那洞中吸纳地气 至于那山谷之上 刘伟终于忍不住了 双目中火焰燃烧 力声喝道 你不是幽影楼大小姐吗 怎么到现在都没找到人 杨伟 宋华 注文三人的脸色 也有点难看 只见到苗山玉手上 持着一个古老罗盘 罗盘上八个方位 分别悬浮着八尊鬼神虚影 但是这些鬼神虚影 都是毫无动静 别急了 他肯定躲在了什么地方 只是现在无法探测到 金锁的气息 恐怕金锁被他封住了 苗山冷静说道 封住金锁 若是封住金锁 那还怎么找 刘伟脸色微变 放心 根据我的猜测 这金锁是 绝不能一直封住的 否则的话 那这一关的对决 有何意义 苗山满脸从容 刘伟四人听得此话 仔细想想 觉得颇有道理 没有再去催促 大小姐 后面 苗山身后的两名青年 低声传音道 苗山瞥了一眼 身后不远处 虽然空无一物 但他仍旧察觉出来了 有着不少修士 都隐藏在了他们后方 那些修士也不蠢 知道苗山的身份 自然相信 以苗山的手段 定然能找到 手持金锁之人 不用出手 这些人 到时候有大用 苗山眼中 闪过了抹音了 突然 就在这一刻 一丝一缕的龙翼 从不知何处 散发出来 苗山两人 刘伟四人 还有在这山脉之中搜索 或者山脉远处的 一个个修士们 精神都是奇奇一阵 苗山手中的 那个古老罗盘 一直死寂的八个鬼神 也突然仰头 发出了无声的咆哮 鬼神笑天 已定江山 找到秦南了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